第541章重要资料 现场打斗的有三人 这几个人夜末一个都不认识 虽然打斗的三人都是鼓舞修者 可是这修为也太低了点 修为最高的一个是黄极初齐 另外两人是一男一女 其中那名男子冲齐量也不过刚入黄极而已 而那名女子甚至还没有步入舞者的行列 这一男一女联手对抗那名黄极初齐的舞者 只是现场的三人都是伤痕累累 那一男一女之所以能够和那名黄极初齐的舞者对抗 是因为那名黄极初齐的舞者气血不足 也就是说他受的伤更重一些 就算是这样 这一男一女依然处于下风 不知道刚才被杀的那两名男子是那一边的 夜末想着 同时也走了过来 正在打斗的三人看见了突兀走出来的夜末 都停下了手里的短刀 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夜末 现在三人都受伤了 夜末居然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而且还是在神农架这种荒山野岭的无人区 如果说三人不忌惮夜末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敢独自一个人来到这种荒山野岭的 绝对不是普通人 更何况眼前这个年轻人走到这里来 似乎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沾上一根草屑 你是谁 我们是解决私人恩怨 我希望朋友不要插手 那名黄极出奇的男子 看见夜末沿着他们这边走过来 只好出口说道 那一男一女并没有说其余的话 也是不发一言地看着夜末 虽然他们处于劣势 却没有邀请夜末帮忙的意思 夜末对谁对谁错没有什么兴趣 他感兴趣的是这些人因为什么东西打斗 在神农架这个地方 很容易让夜末想到什么天才地宝之类的好东西 如果是他感兴趣的 他就不介意插一脚了 夜末不走 这三人就对峙住了 谁也不愿意先动手 免得被夜末抓到了机会 见三人都不说话 夜末只好问道 我不会管你们的私人恩怨 你们三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动手的 难道你们在神农架遇到了什么好东西 三人听了夜末的话 立即就明白夜末来打鞦韆的 准备来坐收羽翁之力了 顿时三人对夜末是一阵的鄙视 那名黄极出奇的男子一抱拳说道 朋友 我们并不是因为在这里得到了什么才争斗 而是因为这两人背叛了大家的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要将他们抓回去 这是我们帮派的事情 又是帮派斗争 夜末顿时兴趣缺缺 挥了挥手 转身就走 这位大哥请等等 那名女子忽然叫住了夜末 看见对手叫住了夜末 那黄极出奇的男子顿时紧张起来 他很怕夜末留下来三人对付他一个 如果夜末是个普通人还没什么 万一夜末也是一个修炼鼓舞的就麻烦了 而且夜末这样一个空手进入神农家的人 如果说只是一个普通人 连他自己都不大相信 不 你还有什么事情 知道是帮派斗争 夜末已经没有了兴趣 如果这个女人要求自己帮他的忙 他会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这女子似乎没有看到夜末不耐烦的表情一般 忽然口腰间抽出一个布袋丢给夜末说道 这是我发现的一种新型元素枪265 我怀疑这种元素有极强的裂变能力 可以用再原子弹装药上面 不过我的这个资料还不完全 你可以交给华夏政府 我相信肯定会有大笔的奖金给你 露娜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将东西交给别人 那名皇级出奇的男子 看见这女子做的事情 顿时脸色大变 他呵斥了那名女子之后 再次将目光看向夜末 朋友请将你手里的东西还给我 这时我们组织的东西 如果你拿了对你和你的家人 都是一场灾难 竟然是制造原子弹的新型元素 夜末心里一惊 什么帮派这么牛逼 就算是国家现在也只发现了 又不两种可以原子弹装药的元素 一个组织竟然可以发现 新型的裂变元素 这太搞笑了点 看见夜末无动于衷 那名皇级出奇的男子 脸上的急色越来越重 他再次劝说道 朋友 你手里的东西是我们组织经过促年 而且经过十几位科学家 努力得到的 请你还给我 我必定会给你满意的价格 李达姨你好不要脸 这本来就是我师父和他的同事研究出来的成果 李竟然敢说是你们研究出来的 我呸 那名叫露娜的女子立即吐了一口说道 夜末看了看叫李达姨的皇级出奇男子 忽然出口问道 你们是什么组织 竟然有这么大的实力可以研究这种东西 李达姨知道如果不将自己的组织爆出来 估计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是不会买他的账的 想到这里李达姨对夜末报了报权说道 本人李达姨 我们的组织就是北沙 这两人是我们北沙的叛徒 所以我希望朋友不要理睬我们北沙的事情 我们必有所报 又是北沙 夜末摇了摇头 这个北沙虽然实力雄厚 而且资源丰富 可是这组织管理也太混乱了一点 动不动就有人要跑出来 就算是他夜末不动手 这个组织也绝对不会长久 哪怕他们统治了全世界 最后也是和前苏联一样的料 一个真正优秀的组织 不可能动不动就有人跑出来的 而且还是高层的科技人员 北沙的立足点没有错 以科技为本 可是他们却忘了科技是人创造出来的 如果不能留住人 还发展葛批的科技 夜末想到了自己的落月 如果要将落月城发展壮大 就必须要留得住人 朋友 李达一还想说什么 夜末一挥手打断了李达一的话 不用废话 如果你是别的帮派 我就懒得管你了 可惜你是北沙的 恰好我和北沙有那么一点点矛盾 而且这个东西对我又有那么点用处 说完夜末一挥手里的布袋 露娜给她的这个东西确实有些用处 回去的时候交给叶星 说不定就用上了 听了夜末的话 李达一顿时打了个冷战 你是谁 为什么要和我们北沙作对 旁边的一男一女也有些发愣地看着夜末 这人是谁啊 竟然敢和北沙作对 难道他不知道北沙的厉害 如果他不知道北沙的厉害 又怎么可能说可惜李达一是北沙的 他和北沙有一点点的矛盾 我叫夜末 我想你既然是北沙的 应该对我的名字不会陌生吧 夜末淡淡一笑 他一点也没有看清自己在北沙的影响 他相信凭借他几个月前在北沙弄走的那一百亿美元 就足以让北沙所有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哪怕北沙再富有 一百亿美元对他们也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李就是夜末 三人几乎同时说了出来 不但是李达一 就连那一男一女也失声叫了出来 夜末 这个名字在北沙太响亮了 他用一颗吉能金石换走了一百亿美元 而且吉能金石还不见了 甚至北沙还倒贴了一颗 李达一醒悟过来 眼里露出深深地的忌惮 他知道如果要找一个不怕北沙的人 这个夜末还真的算一个 犯在他的手里 简直是有死无生 他虽然没有见过夜末 但是夜末在落苍连杀27名精英 包括四名玄疾舞者的事情 他却是清清楚楚 而且当时陈坠和皮尔也在场 却照样也不能阻止他 夜末将自己的落若公司移到了赛纳 并且将赛纳改名为落若 而且宣布独立 这谁人不知 那个不小 更别说是北沙的人了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听说这个夜末统领的落若城 面对一支海盗舰队的袭击 落若城的舰队不但灭了那支海盗舰队 还将所有的军舰都据为己有 李达一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面对夜末 他那里还敢要资料 李就是夜末 落若城的夜末 露娜忍住了内心的激动 问了出来 夜末疑惑地看了看激动不已的露娜 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我就是落若城的夜末 夜前辈 对不起 这次是我李达一冒犯了 晚辈告退 李达一说完就想溜掉 他可不敢在夜末面前再抓人 至于资料出现在了夜末的手里 已经不是他的能力范围了 他必须要将这事情报告回去 夜前辈 李达一不能留 他知道资料在你的手里 肯定会回去告诉北沙 那名一直没有说话的男子 突然出口说道 不用别人说 夜末也不会放任一个 知道这种事情的北沙成员离开 况且就算是没有这个资料 夜末也没有打算饶顾李达一 和北沙迟早都是要干一场的 能杀一个是一个 没有必要留情 我不会 李达一话音未落 夜末的一个锋刃已经过去了 第542章 三千世界三千道 多谢夜大哥救命之恩 我和我男朋友都感激不尽 路纳见夜末杀了李达一 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杀的 但是想来应该是非刀暗器之类的 夜末暗自好笑 这两个人自称男女朋友 一个叫自己前辈 一个叫自己大哥 这两人不知道在北沙是什么身份 或者是何文东一般 北沙为什么要追杀你们两人 夜末打亮了两人几眼 才出声问道 路纳揉了揉眼睛 因为我和我姐姐路灵都在北沙做事 我姐姐却因为要替别人的罪 就被北沙的人带走了 我估计她已经是凶多吉少 可怜我姐姐为北沙做了这么多事情 只是因为要帮别人替罪 最后落了个如此下场 我有心要报仇 可是我又没有能力 只能和我男友一起偷偷地逃出了北沙 路灵 夜末忽然想起了纳德叫灵姐的少妇 路纳的姐姐不会是她吧 如果是她 倒是自己连累了路灵了 夜末仔细地打亮了路纳一番 发现她长得还真的有些像路灵 夜末对此却没有什么愧疚 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 况且她也没有对路灵做过甚麻 夜末扬了扬手里的布袋 这就是你新发现的新型元素枪265 等裂变可以作为原子弹装药 路纳摇了摇头说道 其实我只是一个助手而已 主要试验的还是我的老师和另外两个化学教授 两个月前 这东西的数据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我的老师也积劳成绩一并不起 那两名化学家 一个前几天去了白令海 还有一个去了美国 我才看准了机会逃了出来 去白令海做什么 叶末心里忽然一动 她立即就问了出来 路纳没有在意叶末的表情 随口说道 我听人说 北沙最大的一个基地和科学试验场 就在白令海 好像叫阳湾基地 叶末心里暗喜 这个消息对她不错 她正说等落月城稳定下来后 准备去白令海附近找黑洋帝国麻烦的 没想到阳湾基地也在那里 看样子直接去一趟就好了 只是不知道美国老队飞机失踪案调查的怎么样了 好像自从上次派了几名异能者找住清血未果后 就没有动静了 枪 这个名字不错 我希望这东西真的很强 叶末看了看手里的布袋说了一句 既然修真没有办法修炼到干掉一个国家的地步 我就用科技和修真结合干掉你 没想到听了叶末的话 路纳忽然说道 这种元素本来是我的老师命名为强的 后来因为这是一种新发现的元素 所以加了个金字旁 而且枪和强虽然同音不同字 导也契合 所以也很方便 我师傅如果不去世 这个可以裂变元素的发现肯定可以拿到最新的诺贝尔化学奖 路纳想到师傅和姐姐都相继在北沙遭受了不测 有些难过的低下了头 倒是她的男朋友连忙小声的在一边安慰 叶末听了路纳的话却有些发愣 似乎有什么要抓住的东西一般 忽然她脑海里面一闪 同音不同字 裂变 她忽然想起了一页一世界 一界三千叶这句话来 她得到了两页经纸 如果换一个字就是一页一世界 同音不同字 会不会连行径摘传下来的本来就是一页一世界呢 只是因为时间久了 所以传承的理解就错误了 也可能是那位师祖传承的时候就错了 那个师祖得到的可能也是一页一世界 所以才没有明白过来 再说了一般的佛门或者是禅门 都喜欢用花啊 叶啊 草啊什么的代替一些玄奥的东西 从来没有听说过用书叶去代替什么东西的 叶末愈发感觉自己猜测的正确 如果自己猜测真的对话 自己的两页金色的只就代表两个世界 也就是两页两世界了 可是一般的大道之促不是三就是其倍数 或者是六 或者就九 这么说来 他得到了两页金指之所以没有办法看出其中的玄奥来 还是因为不全了 很有可能还有第三章啊 自己得到的是上下两页 如果有第三章的话 应该就是中页了 这样说来 就符合了上中下 或者是三页三世界 叶末心里忽然一惊 如果他推测的正确化 那么前往连航静摘的那的女人 应该拿走了三页中间的其中一页了 也就是中页 如果真的如他所想的这样 那么这几页金指岂不是要逆天 就算是修真戒也不可能有这种聚宝 要知道形成小世界的东西 无意不是超越灵宝的存在 甚至是想都不敢想的存在 必求什么时候有这种好东西了 一页一世界 一界三千页 或者这就是说的三千世界 叶末这是从列变里面想到的 一般修道的人 都知道有三千大道 这对应的三千世界 是不是表达的就是三千大道 如果一页一世界 一界三千页前后两个页的意思不同的话 那么他的三页金指 完全可以理解成三个世界 每个世界都有三千大道 加起来就是九千大道 天啊 叶末越想越糊涂了 他揉了揉有些疼痛的脑袋 感觉这句话里面包含的东西太多 他一时竟然无法消化 但无论包含什么东西 或者是什么秘密 这金指绝对是了不起的东西 他很有可能少了一张金指 而少的这张金指肯定是被 纳德在连行镜摘打开 杀截的女人拿走了 想到三张金指包含了三千世界 叶末的心立即就火热起来 无论如何 他都一定要找到那第三张金指 女人 一个半步先天的女人 叶末揉了揉脑袋 什么时候有这种厉害的女人了 他想起了当初落月说 他的纳德腹黑的诗书 难道就是他弄的 叶末越想越觉得应该是他 因为如果是他的话 一切都好解释了 纳德厉害的女人拿到了 拟罗金的上下两步 其实也就是拿到了 两本表面上的道德经而已 所以他知道 其实拟罗金在道德经里面夹着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他肯定会很快找到 正确的拟罗金 因为正确的拟罗金 就是里面有两页 发黄的空白纸张的道德经 其中有一张就是金指 可是一旦这个女人 发现了他新得到的拟罗金 有两页纸 而从洛宣那里 得到的只有一页空白纸 他会有什么反应 第一反应肯定就是 怀疑洛宣 因为金书是洛宣拿回来的 这么说来洛宣岂不是危险了 想到洛宣因为自己 要陷入这个老女人的逼供 叶末顿时担忧起来 叶前辈 露娜的男朋友 见叶末一直沉默不语 而且他的表情变换了促下 好像有什么 犹豫不定的事情一般 立即就叫了出来 叶末回过神来 他想到了这里还有两人 连忙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对不起 刚才想一些事情 想得出神了 谢谢你们的这些资料 这东西对我很有用处 不知道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 叶末知道 露娜是参与研究过 枪这个裂变元素后 就想要将她召到洛宣城去 叶前辈 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毕业后 就来北沙了 后来在这里遇见了露娜 本来发生了这件事后 我和露娜打算去洛宣城 投靠前辈的 没想到被追到这里来了 和我一起逃出来的 还有一个师兄 他和北沙的人同归于尽了 这男子语气有些谨慎 似乎有些伤改 叶末没想到他们本来就是要投奔落月的 想来也是 如果他们真的被北沙通弃的话 除了投奔落月 还真的没有什么好地方可去 去落月 我很欢迎啊 你叫什么 也不用叫前辈了 我们也差不多大 不过你一个搞科技的 功夫倒也不错 叶末对这种人才去投奔落月 肯定不会拒绝 我叫梁俊 我的功夫是祖传的 我父亲去世后 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变卖了家产去了美国留学 如果不是遇见露娜 我估计我一直还在北沙 梁俊回答道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好 你们现在就去留舌 那里也是落月的地盘 你们去了留舌后 找到玉总 然后玉总会让人送你们去落月的 我等会会打个电话给他 梁俊和露娜告辞后 叶末立即给玉妙同打了个电话 让他等梁俊和露娜到了后 立即就送两人到落月 至于资料 还是放在自己身上可靠一些 两人走后 叶末再次陷入了担忧 他确实是担忧落轩 以那个老女人的手段 肯定不会善待落轩的 可是他现在却没有办法离开落月 落月城正在建设当中 万一他离开了 出了什么事情 那怎么办 至于科技发展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叶新如此变态的人物 带着这么多的人 加上充足的资金 好几个月的时间也才弄出来了一个防御系统 这还算是快的了 其余的东西 虽然他可以设计出来 可是真正变成食物也有一段时间 叶末肯定 单靠这个防御系统 是不可能挡住美国的 第543张蓝钻戒 虽然担心 但是叶末却没有办法 他不可能抛下落月的事情去小世界 谁知道在小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他的落月没有自保之前 他离开落月一旦发生什么事情 一时回不来就是害了众多跟随他的人 那叶金子对他叶末同样很重要 叶末甚至想 如果他得到了三叶金子 是不是会发生什么奇迹 而且叶末也相信 在老女人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 他肯定是不会杀了洛轩的 如果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那么不用自己去找他 他也会来落月找自己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能发现 第二张空白纸的秘密了 叶末相信他肯定不会舍得和自己一样用火来处理 掏开这些心思 叶末再次来到了南卢峰的那个山洞 洞里面的气味有些难闻 而且洞门口还有一块巨大的石门 不知道这石门是那个灰衣男子做的 还是原本就有的 洞里面有两个时事 一个好像是修炼睡觉用的 环有一个似乎是做东西吃的地方 看样子那个灰衣男子真的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 一个人躲在这个洞里面修炼 毅力可真是不错 叶末没有去那个吃饭的时事 里面风干的肉味道有些难闻 叶末的神是直接扫了一下 里面也有许多的药材 不过那些药材都已经风干 虽然有些珍贵的 可是对叶末炼丹却没有什么用处 叶末直接进了那名男子修炼的时事 这时事的角落处有一个简易的木床 木床边放着一本书 叶末随手拿起那本书 竟然是一本古书 上面写了众多的药材和使用方法 药效等等 看了这本已经被翻烂的书 叶末才明白那灰衣男子 为什么对药材这么精通的了 原来他得到了这样的一本书 这东西对叶末却没有任何用处 他随手就丢掉 很快叶末就失望地摇了摇头 这里面没有任何他看重的东西 还都是宝贝 叶末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可以叫着宝贝 正当叶末想要离开的时候 他的神士发现在床角的地方 有一个已经全是灰尘的木盒 木盒里面还有东西 叶末伸手就将这木盒拿了过来 打开看了一下 里面的东西竟然很熟悉 是一块阴阳于八卦图的碎片 拿着这块碎片 叶末很快就想起 当初他得到了郭泰明的玉盒 里面有一块紫胶 还有一个地图 后来他找到了地图上面的岛葫芦岛 在岛葫芦岛的里面找到了一个阴阳于八卦图的碎片 想到这里 叶末立即就从自己的戒指里面拿出一个玉盒 将里面的阴阳于八卦图碎片拿出来 和手里的碎片放在一起 果然可以契合 虽然还不是完整的阴阳于八卦图 但是明显的这两个碎片是同一块东西上的 只是还少其余几块碎片而已 叶末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来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只好将木盒丢掉 将手里的碎片和原来的碎片都装进了玉盒里面 总算不是一无所获 叶末离开了这里后 继续在神农架寻找 当天晚上就被他找到了几株蓝素 找到蓝素的叶末再也没有心思留在这里 立即回到了落月 将手里的枪元素资料丢给叶星后 叶末再次开始炼丹 因为手里的老黄金有限 叶末只是炼制了一炉晶圆丹而已 一共12颗 晶圆丹对驻机器的修饰没有什么恢复效果 但是对炼器初期和炼器中期恢复真气还算是不错的 叶末得到了一瓶晶圆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得到了几条小命 想做的几样事情都做得不错 叶末神清晰爽地走出修炼室 却感觉到隔壁的住处传来一阵元气波动 叶末的神是立即就扫了过去 竟然是清雪 他刚才晋级炼器三层了 在心里为助清雪感到高兴的同时 叶末也暗探自己的资质实在不怎么样 助清雪的修炼肯定没有自己勤快 而且他的资源也没有自己多 可是就算是这样 他也晋级炼器三层了 是应该帮他炼制一把飞剑了 可是这飞剑材料也太短缺了点 还有北维 也应该帮他准备一些东西 原本叶末打算出去祝贺一下助清雪的 不过一想到他还在稳固修为 就立即返回了炼丹室 他想帮助助清雪和唐北维炼制两个储物戒指 好在上次他得到的空名石只用了三分之一 后来在拍卖会上面又得到了大量的空名石 不过他手里的辅助矿石倒是不多 只能炼制一个 想到自己还要去美国 叶末最后还是选择炼制一个空间大的戒指 然后将手里的戒指加工一下 留给清雪 叶末想好了之后 立即就拿出原先炼制储物戒指的三倍材料 开始炼制大的储物戒指 此时他已经是炼器五层 可以布置出更加稳固的空间正法 一旦空间正法稳固了 他炼制的储物戒指就越大 三天之后 叶末长长的虚了口气 浪费了三颗晶圆丹 还有三倍的空名石 他才炼制出来手里这个新的戒指 新的储物戒指空间有五丈方圆 叶末知道这个空间依然还是太小 不过他的修为太低 如果现在他是住机器的修为 凭借这么多的空名石 他完全可以炼制出来四十丈方圆的储物戒指 叶末将原来戒指里面的东西都放入新的戒指后 又将原来的戒指加工了一番 不但将其中的面积稍稍扩大了许多 还加了一颗蓝色的钻石上去 自己戴的丑就丑点 助清雪是女孩子戴的戒指不能太丑了 将这些做好了之后 叶末站了起来 他刚刚想出去 就看见助清雪推门走了进来 我在外面等你三天了 我看到你在修炼一直不敢进来 我晋级练气三层了 助清雪晋级后 就一直留在叶末的门外 只是他的神是知道叶末在修炼 所以不敢进来找他 现在叶末起来 他立即就进来告诉叶末自己晋级的事情 他知道叶末知道他晋级了 肯定很高兴 叶末一直在练气 老没有注意到助清雪一直在外面 现在助清雪刚刚晋级 第一个就来跟他报喜了 叶末看了看助清雪越发清厉的脸庞 似乎又消瘦了些 知道他最近为了落月的事情很是繁忙 心里生起一些怜意 虽然他是个修真者 可是落月那么多账务都从他手里经过 实在是太辛苦了 清雪 辛苦你了 要不安排几个人替代一下你的工作吧 你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 叶末有些不大想让助清雪继续这么吃苦 助清雪摇了摇头 不 我感觉每天忙忙碌路过得很充实 而且现在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忙 洛飞和叶玲都在帮我 木梅也过来了 叶玲和木梅过来了 紫锋来了吗 叶玲担心的也就那几个人而已 如果都来到落月了 他也放心一些 助清雪点了点头 三天前就来了 只是你在修炼 叶玲来看了你几次 没有打搅你 只是叶玲好像不能修炼 虽然我叫了他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拒弃 叶玲不能修炼 叶玲心里暗叹 他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 不是每一个身边的人都有灵根的 叶玲既然不能修炼 就说明他没有灵根 这种事情就算是他也没有办法 在修真界 没有灵根的人 还有个别的天地灵物 可以产生灵根 可是地球 这个灵气匮乏的地方 根本想也别想 就算是有这种灵物 这种地方也不能生存 助清雪修炼后 当然也明白了一些叶玲 叫给他的是什么 现在叶玲不能修炼 他心里也有些黯然 不过还是安慰叶玲说道 以后等落月成见好了后 这里肯定非常的安全 就算是不能修炼 也没有什么事情 叶玲没有解释 助清雪还不知道修炼的目的是什么 他以为这个修炼就是和古武一样 强身健体而已 他之所以这么努力修炼 也是因为叶玲说的要这样做 至于那些长生什么的 就算是叶玲说了 他也是听过就算 根本就不会相信或者放在心上 生老病死 这根本就不是人为意志可以改变的 叶玲也没有刻意去再解释 他拿出炼制好的戒指递给助清雪说道 清雪 这是送给你的 你喜欢吗 好漂亮的戒指 助清雪一把就抓过了戒指 眼里已经闪动着欢喜的光芒 没有一个女人不喜欢象征 坚征不渝爱情的钻戒 更何况还是自己喜欢的男人送的 至于叶玲这个戒指 什么都没有包装 就这样直接拿出来了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他的心神已经完全被手里的钻戒吸引 叶玲拿起戒指帮他戴上后 助清雪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火热爱意 扑在叶玲怀里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腰 叶玲还是第一次送戒指给他 还是这么漂亮的一颗蓝钻戒 这是他补给他的求婚戒指吗 第544章怎么赚钱 叶玲涌着助清雪 感受到他身上那些淡淡的幽香 心里也火热起来 他有些控制不住地 稳住了助清雪的嘴唇 甚至都已经忘了告诉他 这是一个储物戒指 助清雪戴上了他心里认为的订婚戒指 本来就难以自己 现在更是迷失在了叶玲的怀里 叶玲问来 他哪里还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甚至都忘了自己进来的时候房门都没有关 就更是动情地吻了回去 同时感觉到浑身一阵阵的酥软不堪 叶玲更是一只手已经伸进了助清雪的衣精 抓住了他胸口那一团骄傲的丰满 一阵急促冲过来的脚步 让沉浸在激情当中的两人清醒了过来 叶玲看见叶玲的房间门已经打开 知道哥哥已经出来了 更是来不及地就冲了过来 可是入眼的却是哥哥正抱住清雪嫂子 当他的眼睛看见叶玲手的位置时 更是红着脸说道 哥 你实在是坏死了 连房门也不关 助清雪从那种迷失的火热当中清醒过来 总算是明白了自己和叶玲现在的处境 赶紧离开叶玲的怀抱 整理了一下衣精 却没有好意思和叶玲说话 叶玲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叶玲 你回来了 燕金那边还好吧 叶玲听见叶玲问起 立即就忘了刚才的尴尬 滔滔不绝地说起燕金的事情 叶玲从叶玲的口中知道 虽然叶子风在叶家稳定了下来 可是毕竟还是太嫩了点 在燕金错终复杂的势力中 叶家的形势已然大不如以前 这还是很多人看在叶末的面子上不敢做得太过分 如果不是叶末的能量在那里 也许叶子风带领的叶家都退出最核心的权力机构了 哥 二哥说叶家现在不如以前了 他打算来落月 可是爷爷说暂时还不能来 爷爷说美国人对落月有想法 让哥哥你小心一些 还有就算是在落月稳定下来了 爷爷说流舌的制药工厂最好也不要搬走 叶灵见叶末陷入了思考 立即就将叶北荣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 叶末暗自点头 叶北荣果然是老江 看问题还是要远很多 他没有来过落月 却可以分析出来美国对落月的想法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况且 他还隐晦地提到了落月制药 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 但是也猜测到了一二 也是 美国人对落月的心思 估计很多人都已经明白 而美国既然这么在意落月这个地方 却迟迟没有动手 还提出保留武力解决的想法 这种种合在一起 别人一分析 就可以看出来美国人打的是什么主意 叶末皱了皱眉头 沉默下来 既然别人都可以分析出来 如果他的药场托的时间太长了 美国人肯定也能够想到自己猜测出来他们的目的了 如此一来 他们会不会彻底地不要了落月药业 然后咬牙提前动手 原本已经走到一边的筑青雪 看见叶末听了叶灵的话后 再次皱起了眉头 心里知道叶末是在为落月担心 落月这么多人的事情都压在他的身上 这已经和当初他不喜欢有牵挂的想法大相径庭 他建立落月都是为了自己和洛颖姐姐 想到这里筑青雪顿时有些心疼 又走到叶末面前抓住了他的手 叶末看了看有些紧张的筑青雪和叶灵 忽然一笑自己有什么好害怕的 兵来将挡水来涂眼 既然来了 害怕什么 想到眼前的形势 叶末再次将叶新雪月华等人召集过来 研究对策 因为时间不足 叶末不可能拖太长的时间 他要尽快想出办法来 众人听了叶末的话后 都知道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 不要说落月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地方 就算是一个国家 也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师兄 我看过你拿回来的资料 我有把握在一年时间里面研制成功新型的可发射的洲际原子弹 只是我们这边的科技人才太少了点 如果再多一些的话 我肯定我们各项的研发进度还要更快 叶新建众人都有些气馁 主动站出来说道 那就多招收全球的科技人才吧 我们多出钱 总有人愿意来打工吧 叶林想也不想说道 去月华摇了摇头 虽然我们的落月要业很赚钱 可是面对日益庞大的军费开销和建设落月城的花费 现在已经很勉强了 刚来这里的时候 因为落月要大开发 我们已招收了大量各行各业的科技人才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的初步防御系统也无法这么快就建立起来 要再召集人才的话 我怕我们落月城会支持不住 最终破产 还有一句话薛月华没有说出来 如果不是叶末赚回来的一百多个亿美元 说不定落月已经破产了 叶末沉默下来 虽然落月先疗院接待一个病人就等于普通医院的促年利润 但是这样也不行啊 毕竟这病人也太少了点 可以花一亿美元看病的毕竟是寥寥错人而已 而他十亿美元的助盐单到现在一颗都没有卖出去 虽然叶末知道这价格有些超出范围 可是他却不想建卖 哎 必求这个地方 如果在落月城 一颗助盐单十亿美元 不知道多少凡人的国家要购买 要知道助盐单虽然炼制起来不困难 可是助盐果却是千载难逢的啊 自己在这里竟然一颗都卖不出去 这简直就是讽刺 听了虚月华的话 叶欣也点了点头 是的 月华姐说的有道理 如果有钱的话 我都建议先购买大量的海上力量 甚至包括航空母舰 还有我们同时要建立造船厂 设立大型船物 对于落月一个三面是海的地方 没有海上力量是不行的 就算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忙到这上面去 可是这些设施可以由别人先弄起来 我也可以抽空指导 还是没有钱啊 叶末叹了口气 到底用什么办法才可以短时间里面聚集到大量的钱财 要是俄罗斯的那个最大的钻石矿是我们的就好了 里面有一万亿克拉的钻石呢 加起来就是两亿公斤吧 如果换成美元 估计连我们的这个岛都要堆满了 叶琳忽然开口说道 祝清雪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里的钻戒 心里想的竟然是自己和叶末什么时候会真正的结婚 两亿公斤钻石 那的多少钱 叶末忽然下意识地问道 如果成色不差的话 我估计至少有四亿亿美元吧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些钻石开采简单的话 人家早就开采出来了 旭月华有些吃味地说道 明显的也是感觉这些钻石不是他们的 有些嫉妒了 叶末心里确实一动 别人开采很难 不代表他很难啊 他已经练戏五层 已经能够施展顿土树 甚至他都可以直接在土里用神式搜到钻石 至于钻石的硬度 对他的飞剑来说更是没有问题 他相信任何硬度的东西在飞剑下面还是如飞灰一般 况且钻石的硬度他还是知道的 因为他刚刚还练制过一颗给助清雪 对他完全没有压力 唯一的难度是他刚刚晋级练器五层 想要同时钻土的时候 还要用神式搜索钻石的位置倒是有些困难 而且可以结成钻石的地方绝对很是坚硬 如果不想办法 完全靠自身的真元肯定不行 因为叶末沉吟不语 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 好久之后 叶末才一拍桌子 正当所有的人不知道他想到什么的时候 叶末却说道 月华姐 你立即负责发出全球通告 全力招收全世界的科技人才 只要肯来 价钱通通是他们原来的醋备 甚至是醋备 特别是军事科技人才 叶星 一旦月华姐招收来了一些科技人才 你立即就交代他们去研制我们最需要的军工产品 还有 马上采购各类军用武器 不管是枪炮子弹 还是机床重工生产线 只要可以买到的没有落后的军工产品 我们都要 至于钱 我出去想办法 叶末想到 他虽然不能通过真元在地下来去自如 可是他可以炼制浮路啊 可以炼制大量的盾土浮路 这样他就可以不费丝毫力气在土里来来去去了 叶末很干脆 他炼制了大量的盾土浮路后 就去找钻石 虽然不能找到两亿公斤 对他来说只要找到一千公斤就已经大发了 全面采购各种机床和各类生产线 倒不是叶末想用这些东西生产出最新的武器设备 而是有了这些基础 叶星的研发就会加快不少 至于科学家和全世界的军事人才 叶末虽然这样说了 但估计最核心的人才不一定能招收到 因为那些人才已经被国家管制起来了 当然有些比较开明的西方国家 对这些人才的看管也不一定很严格 所以也不是一个都招收不到 如果实在不行 他就直接去别的国家强制的绑架走 学学黑洋帝国的发家史 那些巫扣可以绑架 他为什么不能绑架 叶末想到这里 徒弟站了起来 他在想什么呢 哪里还需要去绑架那些科学家 既然黑洋帝国已经绑架了科学家 自己只要去灭掉那些巫人的黑洋帝国 各行各业的科学家都不成了自己的盘中餐了 哪里还需要自己去绑架 可是现在美国佬有没有找到黑洋帝国的老巢 他们有没有干起来 万一这些科学家被美国人抢走了 那可就糟了 对落月来说可是雪上加霜 不行 要立即救去白令海 一定要抢在美国佬的前面找到黑洋帝国 叶末在也坐不住一分钟 立即匆匆地交代了徐悦华一些事情 在最短的时间离开了落月 就连练制土顿福禄找钻石的事情都被他放在了一边 第545章高科技渔船 一个多小时后 叶末就再次来到了上次寻找住清雪的小岛之上 上次叶末还是跟随几个窝寇一起来这里的 这个珊瑚岛原来有一个木屋 可是叶末这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那个木屋已经不见了 而且木屋前面死的四名窝人也同时不见了 看来这里已经有人来过了 叶末当初在木屋和四名窝人的黑太阳徽章上面做了神式标记 但是这神式标记也要在一定的范围才可以感应到 叶末四处转了一下 没有任何发现 看样子这个珊瑚岛已经被那些乌人抛弃了 叶末放弃了这个珊瑚岛 开始在海面上搜寻 虽然他的神式已经接近了800米 可是在茫茫大海里面搜寻一个隐蔽的地方 依然还是有些困难 知道有困难 叶末却不想放弃 黑洋帝国已经暗中成立许多年了 还不知道这些乌人找来了多少的科学家 还有就是研制出来了多少的成果 这对叶末来说都是比钻石还钻石的东西 原来他没有建立落月城岛也罢了 现在他建立了落月城 这些对他就很重要了 一旦这些研究成果和科学家都被他弄到手了 那么落月至少要少奋斗十年啊 叶末没有想到才区区一年时间 他的心态变化就这么大 当初他在香港抓住了三个黑洋帝国的乌人 从他们口中得知了黑洋帝国专门绑架全球科学家的事情 那个时候他还想着事情和自己无关 没想到这么快就也想要那些科学家了 为了落月城 叶末没日没夜地在海面上寻找 连续三天 却没有丝毫地发现 第四天 叶末准备专门寻找一些小岛的时候 却感觉自己好像被什么锁定了一般 叶末按道不好 他立即就赚了个位置 进入隐身状态 没有过多久 叶末就在海面上发现了一艘小型巡洋舰 一看上面的心条旗 叶末立即就知道这是美国老的船舰 叶末暂时没有对付这艘巡洋舰 而是四处查看了一番 一般来说单独一艘巡洋舰出现在海面上还是有些突兀的 更何况还是一艘小的巡洋舰 果然当他来到巡洋舰前方一百公里的地方 赫然发现了一艘没有任何旗号的船舰 但是船舰上面的几个窝人 立即就让叶末感觉到了这就是那的黑洋帝国的人 发现了这些窝人 叶末心里暗喜 不过他也立即就明白了 那的心条旗巡洋舰为什么要跟踪这几个窝人了 原来他们同样没有找到窝人真正的落脚点 只是不知道他们跟踪多长时间了 无论美国的那艘巡洋舰跟踪多久了 叶末已经决定让这艘军舰退出跟踪的游戏 其余的就交给自己来好了 想到这里 叶末再次回到了美国军舰的上方 准备动手 与此同时 这艘巡洋舰的指挥师里面几名军官模样的人正疑惑地盯着雷达 刚才他们明明扫描到了不明物体 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又出现了 在剑身的正上方一千米的位置 盯着雷达仔细观看的那名小胡子忽然兴奋地叫道 立即锁定 舰长的话还没有落音 小胡子就再次尖叫一声 所有的人都沿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雷达屏幕一道白光闪过 这是什么攻击 回击 舰长在第一时间就下达了攻击命令 可见美国军舰舰长的反应比起印尼那些家伙要快了太多了 叶末此时已经没有隐身 他手里的飞舰化成了一道白光 直接化向了下面的巡洋舰 到了练气五层后 叶末的飞舰完全可以划出十米长三米宽的舰盲 哼 舰长的话音未落 叶末的飞舰已经将巡洋舰从中间化开了一道裂口 就犹如被割破的西瓜一般 这道裂口从军舰的上面一直军舰的最低端 直至沐入水中 怎么回事 巡洋舰所有的人只是感觉到军舰稍稍一阵 似乎有些倾斜下来 进水了 一名反应最快的水兵尖叫一声 他们的巡洋舰还没有开始战斗 就被人攻击得进水了 这太离谱了 叶末收回飞舰 盯着被他从中间砍了一道裂缝的巡洋舰缓缓缓地下沉 却摇了摇头 自己的实力还是太低了 如果实力再高一点的话 他的这一舰完全可以将这个巡洋舰从中间砍断 成为两半 这样才有震撼效果 这样的裂口想要快速修补是不可能的 船舰已经开始两边分开 救生小船已经一个个的被放了出来 叶末大怒 自己已经动手了 哪里会让这军舰上面的人离开 不等这些人上救生艇 立即换了一个方向 再次几箭下去 这巡洋舰加快了速度 很快就沉没在了无边的大海里面 确认没有一个人可以上来后 叶末快速地赶上了前面被追的小舰 叶末此时才发现这个巫人的小舰速度 骤然加快了不少 看样子他们也知道被人跟踪了 所以慢慢地走 估计还在想对策呢 现在跟踪他们的巡洋舰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突然消失了 他们哪里还不赶紧飞快地逃走 美国的舰队很快赶到了 他们巡洋舰出师的地方 可是现场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叶末跟踪那艘巫人三步向船舰五天后 船舰才停在了一处小岛上面 这又是一个珊瑚岛 比起叶末原先看见的那个珊瑚岛还要小 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停靠的是一艘极小的三步向军舰 而原先的那个珊瑚岛 只是一艘渔船 叶末真不知道这些巫人 要在这些珊瑚海岛上面 建立这么多的据点干什么 小岛上面赫然是同样的木屋 只是这次的木屋有两个 从三步向船舰上面下来了八名巫人水手 还抬着几个大木箱 这八人下来后 留了一人在外面 其余的七人都进入了木屋 这八人每个人脖子上面 都挂着一个黑太阳徽章 叶末一看就知道 这些人果然是黑洋帝国的 叶末的神是扫进了那几个木箱里面 心里一动 他没有想到这几个木箱里面 竟然全部是黄金 看这木箱的体积 一个都有两三百斤 这里四个木箱 估计都有一千多斤黄金了 这些黄金的价格 大概在两千万美元左右 虽然这些钱不少 但是叶末还没有看在眼里 他没想到美国找了几个月了 都还没有找到这些巫人 还被这些巫人弄到了这么多的黄金 看来这些巫人倒也谨慎 叶末不知道美国人不是没有找到 他们先后找到了至少两批巫人 可是这些巫人和叶末上次遇见的一样 一旦明白自己被跟踪或者是即将被抓住 立即就自杀 这让美国人几个月来 一点成果也没有 今天还丢失了一艘巡洋剑 叶末的神是仔细地观察了这个珊瑚岛 有了上次的经验 叶末发现这个珊瑚岛有大量的电子报警器 而且还有几个不小的雷达系统 几名巫人进入木屋后 就开始几里呱啦 叶末一句也听不懂 他只好隐身下来 在岛上做了醋葛神式标记 做好神式标记后 叶末离开了这个珊瑚岛 他知道这些巫人都喜欢吃毒药 虽然他完全可以在这些巫人吃毒药前置住他们 可是他却不懂窝语 没有办法逼问 还不如在一边等着 他就不相信这些巫人不回去 叶末离开了这个小珊瑚岛 来到了几十里外的另外一处小珊瑚岛 他相信只要自己不在空中 巫人的雷达是不会注意到海面上一个人的 这几十里路正好是叶末可以感应到神式标记的距离 再远 他将没有办法感应到 可是这些巫人就好像打算在这里长居一班 整整几天时间都没有出海更没有任何回去的迹象 正当叶末等的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他的神石标记动了 叶末立即一个隐身来到了窝人居住的珊瑚岛上空 却发现这珊瑚岛的边上突兀的停了一艘渔船 叶末甚至不知道这渔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根本就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虽然在大海里面些许的声音不注意的话根本就听不到 但是这渔船来的也太诡异了点 叶末小心地落在了岛屿的一块岩石后 神石扫了出去 可是他的神石扫进去后 立即就愣住了 几天前他来到这个小岛上的时候 黄金还只有四箱 可是现在小木屋的外面整整有四十箱黄金 怎么一下就多出来这么多 而且这些黄金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叶末疑惑地将神石扫了出去 立即就发现原来木屋的后面还有一个地下室 这些乌人在海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这么多的黄金 竟然还放在地下室里面 上次他竟然没有发现 今天这些黄金全部搬出来 看样子他们是准备搬走了 果然不出夜幕所料 岛上的几人都将黄金往渔船上面搬 四十箱黄金很快就被搬到了渔船的上面 渔船上面有四个人 当这些黄金全部都已经进入渔船后 渔船立即开动起来 很快离开了这个珊瑚岛 让叶末惊讶的是 这渔船的速度不但比那个三步向船舰快了太多 而且几乎是没有声音 这是什么发动机 或者说这哪里是一艘渔船 这分明是一艘高科技的产物啊 第五百四十六张激光通道 黄金仓库 叶末有心要将这岛上渔下来的八个人杀了 可是想了想还是没有动手 他怕万一自己杀了这几个人 会打草惊蛇 最后叶末还是选择了跟踪这艘渔船 此时天色刚刚黑下来 叶末跟在渔船的后面 只感觉着渔船简直比一般的汽车还要快 这个速度绝对超过了100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说这个速度已经接近60节了 或者说这个速度已经超出了60节了 虽然叶末不知道这个速度 是不是世界第一流的航行速度 可是他也知道一般的巡逻艇都不一定能达到 更别说是军舰了 而这渔船的笨重 绝对不是轻便的巡逻艇可以相比的 这渔船外观虽然设计成了渔船的模样 可是里面的空间绝对是数个巡逻艇的大小 排水量也大得太多了 叶末落在了渔船的一角 果然发现这渔船竟然装备了大炮和导弹 叶末最近跟随叶星等人私混了好久 对这些东西也大致懂一些 从炮口看 这渔船装备的竟然是130公里主炮和76公里的副炮 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驱逐舰 而且那炮塔看起来简直和渔船的屋子没有什么两样 根本看看不出来是炮塔 竟然有这种设计 可是最让叶末惊讶的是 发动机的声音非常的小 或者说只能听见渔船破浪的声音 而几乎听不见发动机的声音 叶末心里火热起来 这肯定是那个黑洋帝谷的新式产品 这渔船甚至连战舰都算不上 由此可知这个黑洋帝谷的科技到底如何了 说不定他们的战斗舰比起现在的美国还要强盛很多 如果将这些东西全部搬到落月 那结果会怎么样 叶末还在换得换尸的时候 渔船已经走了一夜了 在第二天天色刚刚发白的时候 渔船进入了一个狭窄的港口 叶末的神是扫了出去 这是一个岛屿 看样子还是一个私人岛屿 岛屿的周围有一些卫兵守护 虽然叶末的神是无法知道这岛屿到底有多大 可是他的眼睛却看得很清楚 这岛屿的上面建立了大量的建筑群 青山绿水的 而且沙滩上还有各种休闲设施 一看就是一个富好的私人度假场所 整个岛屿的面积估计也不会超过十个平方公里 叶末收回了眼光 脚下的渔船已经开进了岛的里面 停在一个显得有些简易的码头 码头上面有四名窝人在一边看守着 两明两暗 可是在叶末的神势下 没有丝毫的区别 在码头的边上 还停了一辆货车 看见渔船过来 货车上下来了两个窝人 渔船上的几个人和货车上面的两人 很快就将黄金搬上了货车 货车立即就开走 整个过程 叶末没有听到一句话 很显然 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 相当的有默契 叶末在货车走后 立即就杀了这渔船上的四人 同时将四名窝人守卫给干掉 这才跟着货车进入了小岛 叶末登上了小岛 这才发现这岛难怪找不到 这岛根本就被周围密密麻麻的各种小岛遮掩住了 一点都不起眼 卡车很快就进入了一条山谷 到了这山谷里面 叶末才发现这里别有乾坤 山谷的里面竟然修建了大量的高级住宅群 而且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实验室 只是这些东西被外面的树木挡住 不进来根本就看不清楚而已 叶末的神是查看了一下 这个山谷的守卫竟然非常的森严 屁股大的一个地方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很多隐蔽的地方 都有地对空的导弹防御系统 这里果然是黑洋帝国的基地之一 不知道他们的科学家是不是全都在这里 叶末跟随着卡车停在了仓库门口 仓库四面都是摄像头 还有自动发射的武器装备 可以说就算是一个蚂蚁进来 也会被别人看清楚这蚂蚁的短裤是什么颜色 叶末不是蚂蚁 他为了防止自己的隐身术被监控看出来 还特意放了一颗晶圆丹在口中 随时补充真圆 仓库门口有四名全身武装的守卫 在检查了卡车司机的证件和卡车里面的东西后 这四名守卫退了下去 叶末的神是却发现这仓库门的后面是一个掌掌的通道 而通道的里面连续不断地有各种激光线扫过 叶末肯定就算是一块钢铁走进去 也会被这些激光撕碎成无数段 好厉害 叶末暗自扎舌 这么严厉的防御 叶末肯定就算是他也无法这样进入仓库 谁知道他能不能挡住这激光 叶末估计以他现在的修为 想挡住这些激光很难 不过叶末也知道 这个仓库虽然防备森严 但是如果他真要进去 却也挡不住他 他就算是要进去 也不会从通道进去 而是会选择别的地方 虽然别的地方可能是将近醋米后的钢板 这对别人比激光还难 可是对叶末却没有什么压力 他的飞舰可以轻松地破开 两名守卫退下去后 仓库的大门打开 叶末发现通道里面的激光已经消失不见 卡车进入仓库后 面对一仓库的木箱 叶末顿时呆住了 这里到底有多少的木箱 前前后后叶末估计至少有三四千箱 如果按照一箱二百五十斤黄金计算 这几千箱子是多少 五六百顿黄金 上次北沙没有皱眉的就拿出了一百个亿的美元 叶末知道北沙应该很富有 可是没想到这个黑洋帝国也是这么富有 竟然有这么多的黄金 这黑洋帝国留着这么多的黄金干嘛 为什么不变成钱 还要像宝贝一样的收进仓库 严加看守 这些黄金虽然值钱 但是也不过几百个亿的美元而已啊 几百亿确实很多了 可是相对于现在的科技研究来说 也不是多的离谱 为什么要放在仓库里面 还看守这么严格 卡车上的货被卸下来后 叶末没有跟随这卡车出去 而是留在了这个仓库 仓库的墙壁确实全是钢板组成 而且相当的厚实 叶末的绳饰根本就看不穿 叶末找到了一面钢板 即起飞剑直接在上面开挖 飞剑挖到一两尺左右 就开始发出电花 不过这电花对叶末的飞剑来说 没有什么挑战性 飞剑很快就穿破电花层 再次挖了一米才出现一个大洞 叶末立即就知道这电花 应该是这钢板的中间有一层电 如果有人用工具刺穿钢板 遇见了电肯定是必死无疑 可是叶末的飞剑甚至可以说是绝缘体 虽然是剑 可却是一个法器 如果他的飞剑可以倒电 再打雷天和别人打斗 岂不是自找苦吃 叶末穿过这个挖出来的大洞 直接钻了进去 原本发现电花的时候 叶末以为要出动报警戏了 可是他等了半天 却没有什么动静 很快叶末就明白过来 他的飞剑不倒电 而且风力异常 甚至没有让铁蟹碰到倒电层 所以不算是外来入侵 没有触发报警 出了仓库 叶末发现他现在站立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小屋子 屋子里面一名男子正发愣地盯着叶末 他被叶末来的方向震住了 这面钢板墙里面是什么东西 他并不知道 他只知道不能去触碰 而现在这一面却出来了一个人 不过这男子很快就反应过来 他刚想按下报警器 叶末就一道火球将他给烧了 杀了这男子后 叶末才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屋子 里面全是各种监控器 叶末忽然看见主监控器上面的一个影子愣住了 刚才这男子之所以在发愣 肯定是因为在研究这影子到底是什么 这个影子非常的淡薄 而且若有若无 甚至不仔细看都看不到 可是叶末却大吃一惊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影子就是他的影子 没想到自己已经隐身了 这些摄像头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稀薄的影子 不知道是自己的修为太低了 还是这监控设备太变态 不过这个管理监控室的男子明显的也不敢确定 这影子是什么东西 所以才没有马上下决心报警 叶末割断了一些电缆线 正准备将硬盘拿走 却发现这个房间里面的监控设备竟然没有硬盘 只有显示器 叶末想了一会 还是决定现在就开杀戒 这些黄金必须要带走 可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带走这么多的黄金 储物戒指还是太小了 出了这个监控的房间 叶末开始寻找这里的主控室 虽然叶末不怕围攻 可是能减少一些麻烦 还是减少一些麻烦好了 可惜的是叶末不懂这些巫人的鸟语 他找了半天 人杀了几十个 也没有发现一个懂华语的家伙 叶末倒是显得有些烦躁了 如果再找不到 还不如将这里的人全部杀光 而且叶末感觉这里没有机场 那些科学家还不知道再不在这里 如果那些科学家不在这里 他来这里最多是发了一笔财而已 正在叶末换得换尸的时候 一名鼻涕虚魁梧男子 带着两名窝人走了过来 叶末想也没想 直接上去杀了两名窝人 将那名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鼻涕虚 拉到一边 只是问了一句 会不会华语 在叶末看来 这鼻涕虚应该是当官的 当官的懂得总要多点 第547章灭岛 这鼻涕虚清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咬牙 只是他没有想到叶末早有经验 在他的后脑勺一拍 一颗黑色的药丸就被吐了出来 叶末也是暗叹 这些巫人真是够狠的 以前听说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剖腹 没想到现在习惯改了 虽然不知道这些巫人是怎么被培训出来的 叶末也没有打算好好的问他 而是直接点中了他的眉心 让他陷入了迷茫之中 你会不会华语 这是叶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会 听到这窝人竟然会华语 叶末心里大喜 立即一连串的问题出来 所有的问题用华语回答 你在这里负责什么 有哪些权利 我是这里的守卫长 负责这里一切安全 这里有多少人 有些什么防御力量 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有没有被抓来的科研人员 叶末一连串的问题被抛出来 这个鼻涕须回答的导也仔细 整整一个小时 这鼻涕须已经有气无力的时候 叶末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随手将这鼻涕须给挥挥了 此时叶末已经明白 这个岛叫小黑星岛 是窝人黑洋帝国主要的科技研发岛屿之一 虽然这里的面积不大 可是守卫在这里的窝人有739人 除此之外 各种反导弹防御系统 雷达系统是多不胜促 被俘虏来的科技人员一共是242人 其中全球知名科学家89人 大大量的高级住宅群 就是科研人员的研发基地 这里没有机场 所有劫持来的飞机 都在距离此地1000海里的一个独岛上面 而且在这个小黑星岛上面 有537吨的黄金储备 是整个北沙黄金储备的一半左右 得知这一切的叶末 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主控室 它切断了所有的通信设备 可是叶末也知道 就算是他将这个主控室毁了 也有无限信号可以传出去 不过他要的就是时间 想要不被别人发现肯定很困难 接下来就是杀人了 叶末没有再留守 只要被他看见的巫人 全部杀了 况且叶末相信他在这个小岛上转了一圈 肯定会全部杀光 想要逃过他的神世是绝无可能 将所有的巫人全部杀光后 叶末才转入那些科学家的研发基地 进入守卫同样森严的住宅群 叶末才发现这里面环境竟然相当的不错 除了空间太小外 倒也繁花似井 布置的环真相一个度假圣地 促葛实验室和办公室 都有人在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情 这些研究室和实验室都是由一个个的院落组成 一共有十个院落 每个院落都是独立的 但是又处于一个大的院落之中 叶末进来后 倒是有些像进入了大学的感觉一样 叶末闯进最大的那个院落 立即就有几名老外惊讶地盯着他 对这些科研人员来说 他们在院落里面虽然自由 却从来不会有人闯进来 虽然他们可以出去 可是也有时间和地点的 最多也只是在海滩边上看看而已 或者说从某种角度来说 只要不是逃跑 他们比这里的巫人权力会更大一些 见几十个人都看着自己 叶末皱了皱眉头 他不会说英语 虽然在宁海大学图书馆学过一些 可是只能听懂一些很简单的话 对于说却不能 有没有会华语的人 叶末说完眼神再次扫了出去 果然一名男子犹豫了一会站了出来说道 我是华夏人 懂华语 你又是谁 叶末心里暗喜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神师就扫到一名男子拿出一个报警器一类的东西 叶末没有等他有任何后继动作 就是一个锋刃过去 这男子立即就被这一下给分成两半 血淋淋的杀人场面 让这些科研人员有些发呆 叶末再仔细查看了一下 发现就是这一名科研人员是内奸 除此之外 别的人都表现得差不多 我再说一遍 刚才我杀的那个人是巫人 他是隐藏在你们之间监视你们的 现在想要和我一起离开这里的 请站出来 不想离开的 就继续留在这里 叶末当然没有这么好心 他相信哪怕这里的环境再好 这样被软禁的环境 也没有人喜欢 你是来救我们的 一名白人老外竟然会说华语 虽然很是不流畅 但是却也表达出来了自己的意思 叶末点了点头 可以这么说 不过我就你们是有条件的 我肯定将你们带离窝人的掌控 你们可以自由 但是必须要在我的地方工作五年后 才可以随意离开 在工作期间 我们的地方你是可以随便乱逛的 你们是另外一个组织 那名白人立即就显示了不大愿意的表情 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都是被关禁闭 没有任何的区别 叶末唯唯一笑 不是 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建设中城市 我们的公司叫洛月药业 可不是这种见不得光的地方 洛月药业 那名华人立即惊讶地重复了一句 立即说道 我愿意去 洛月药业我听说过 经常在电视里面看见 据说几个月前你们还占领了赛纳 然后改成洛月宣布独立了 叶末没有想到洛月城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想想也就了然了 这里肯定可以看电视的 或者说他们看电视是不受限制的 既然这样 倒是省去了他很多的口舌 那名老外明显地也知道洛月药业 他对别的科技人员解释了一番 果然这些人听说是洛月城后 纷纷表示愿意离开这里 不要说五年后他们可以恢复自由 就是洛月城那的地方的面积是这里的数千倍 就足以让他们不想留在这的笼子里了 对这些人都表示愿意离开 叶末很满意 如果有不愿意离开的 叶末临走的时候肯定会杀了灭口的 无论对方是不是知道是自己做的 但是杀人是必须的 接下来叶末让这些人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电脑全部集中起来 然后都交给他处理 那名华人是一名美国华裔的材料学家 叫黄思游 他倒是帮了叶末很多忙 另外几个院落叶末通过同样的办法收服了他们 被他杀去的卧底有12名 除了大量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 叶末还得到了新式核发动机的研究成果 那个渔船上的发动机就是核发动机 它的特点是声音小 马力大 耗能小 一共230名科研人员 加上叶末一共是231人 得到了大量科研资料的叶末 对一些重要的机床和各类军事产品的研究样品一个都没有放过 200多人在叶末和黄思游还有那名老外的指挥下 整整花了一天时间 才将这些东西全部运到渔船上面 这个渔船虽然大 毕竟不是货轮 也只有两三千吨的载重 那些黄金就占了几百吨 很多没有办法带走的东西 叶末只能丢了下来 直到渔船开出港的时候 才有两架直升机飞了过来 这两架直升机直接落在了小岛上面 估计那些窝人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个小岛上近千人全部被杀 甚至连一个信号都没有发出去 还是因为岛上的监控设备显示了岛上的不正常 还有没有信号反馈 这才派来了两架飞机 可是这两架飞机明显来得太晚了 渔船已经出港 这渔船本来就是那些科技人员弄出来的 所以对于开动这样一个渔船 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压力 对于那些被窝人软禁的科技人员来说 虽然海水他们经常看到 可是出海对有些人来说却是十年来的第一次 通过黄思游和那名白人老外皮特的介绍 叶末知道这里的科研人员大部分都是军事上面的 包括化学武器研究专家 船舰研究专家 飞机发动机研究专家 坦克舰炮等等的专业人才 就算是叶末也不由暗叹 这黑洋帝国这些年竟然弄到了这么多的专业人才来 可见他们的野心勃勃了 叶末也看过一些历史 知道窝人是一个很恶劣的种族 好到而且残忍 几次世界大战都有这些家伙的影子 可以想象 一旦这些窝人的再经过一些年的努力 或者真的可以建立起来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 可是叶末实在不知道他们的钱财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竟然支持起这么高的科研经费 还有纳格北沙 似乎也是一样 这些组织到底是想干什么 虽然叶末不知道黑洋帝国窝人的背后是什么 可是他肯定和那个小小的窝国有关系 北沙和黑洋帝国之间 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什么联系 正当叶末还在想着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时候 一阵轰隆隆的响声传来 四架战斗机已经完全来到了渔船的上方 渔船上的科研人员看见这些战斗机 顿时脸色都煞白 在小岛上虽然被软禁 却还能活命 一旦这战斗机将炸弹洒下来 他们就是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第548张落月发财 全球紧张 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盯着空中的战斗机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叶末已经消失 飞机始终在渔船的前面 就算不懂的人也知道这是在逼迫渔船停下来 渔船上面虽然有导弹还有箭炮 可是却没有一个炮手 四架战斗机对叶末来说简直就是四条绵羊 就算是飞机上的人已经察觉有什么来到飞机旁边 也无法抵挡叶末的飞舰 四架飞机的机尾都有一个黑色的太阳 叶末立即就知道这是黑洋帝国的飞机 紧跟着叶末就是四舰连续展出 相比起巡洋舰来说 这四架飞机的防御能力简直就是零 轰轰四道火光闪动 四架飞机各自带着一团火光 相继落入了冰冷的海水 溅起巨大的浪花 渔船上所有的人都呆呆地盯着落入水中的飞机 一个个目睹口呆 他们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 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原本拦截渔船的飞机会突然落入海中 叶末再次出现在船头 他看了看那些依然还没有清醒过来的众人 只是对跟黄思有打了个招呼 告诉他自己需要休息 没事不要来打搅他 就进入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叶末知道虽然他灭了四架飞机 前面肯定还有军舰拦路 毕竟从白令海到落越距离不近 至于背后追来的军舰叶末倒不在意 因为已渔船的这个速度 想要追上他很难 叶末担心的是前面挡路的舰队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舰队 美国人在几天前失去了一艘军舰 在太平洋上面肯定要加强力量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突然挡住去路 渔船要回去最短的路程就是经过北太平洋 而北太平洋就是美国人的后花园 夏威夷群岛更是在北太平洋的正中间 所以叶末并没有留在渔船上面 只是将方向告诉了黄思有 他自己却在前面扫路 他现在还不想让美国老河落跃打起来 所以如果不能全歼对方 叶末是不会动手的 让叶末惊讶的是 第一支拦过来的舰队不是美国的舰队 而是窝国的一支巡逻舰 他们好像知道渔船经过的地方 早早就拦在了前方 两艘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 还有两艘核潜艇 这支舰队每一艘军舰都比当初叶末灭掉的那艘巡洋舰大 叶末没有任何想法 对这五艘窝国的军舰 他是直接开打 两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 在叶末一番飞舰的攻击下 开始渐渐下沉 不过这次窝国的军舰居然有了反攻的机会 就算是这样 三艘军舰全部开始下沉后 才发出一枚炮弹而已 面对两艘核潜艇 叶末更是不会犹豫 直接两舰就解决问题 对于核潜艇 只要割破了外皮 里面的人断无生存的道理 除非也是一个和叶末一样的修真者 短短的时间 乌国一艘不小的舰队就全军覆没 整个过程快得几乎没有人反应过来 乌国海军指挥部也只收到一个消息 就是受到袭击而已 等他们来到出事的地方 不要说人了 就是鬼都没有一个 而渔船过了乌国后 其余几个国家虽然有巡逻艇发现 可是这艘渔船比巡逻艇还要快 等别人要靠近的时候 这渔船早已开出多远了 渔船为了走近路 直接从菲律宾和印尼旁边穿过 这中间 夜幕再次灭掉 印尼的两架飞机 和三艘军舰 菲律宾和别的一些 跟踪的国家 看见印尼的飞机和军舰 无缘无故地沉入海底 没有赶逼得太近 一直眼睁睁地看着渔船穿越了马鲁古海 从印尼的身边进入了印度洋 消失得无影无踪 渔船进入印度洋之后 夜幕知道已经彻底安全了 就算是这样 他还是回头将两架跟踪的飞机给干掉了 让夜幕奇怪的是 这一路他虽然灭掉的飞机和军舰 都有好几个国家的了 可就是没有发现美国的 这让他有些疑惑 当须月华和许平等人 都在震惊夜幕带回来 大量的科技人员和海量黄金的时候 整个世界已经喧哗不堪了 美国再次重申有外星人存在 因为他们在北太平洋失踪了一艘巡洋舰 根据巡洋舰沉没前发回来的信息表明 让这艘巡洋舰沉没的是一个不明生物 在攻击前有白光闪过 而战舰连缓击的机会都没有 随着美国发出的全球声明 还有再次重申保卫地球的蓝皮疏 欧国更是传来了更大的消息 就是他们的一支舰队全部失踪 最后在附近的海底找到了舰队的尸海 所有舰队被攻击的痕迹 和美国那艘巡洋舰的痕迹是一样的 甚至和前段时间美国被毁的河潜艇 也是一样的痕迹 都是刀切一般的口子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热武器 能够制造这种伤口的 这只能用刀砍出来 可是一个人不可能用刀砍断一艘军舰 这外星人的说法更是坐实了 接下来 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纷纷声明发现 一艘速度超过60节的渔船 印尼不但损失了三艘军舰 还损失了几架飞机 大艘渔船穿过印尼后 最后消失在了印度洋 不知去向 跟踪的飞机也莫名其妙地坠海 而损失的飞机和军舰 同样是犹如刀切一般的损口 确定是同一种武器伤害的 这样很多人就将那艘渔船 和外星人联系起来 甚至怀疑外星人截获了那艘渔船 直到此时 叶末才明白为什么 美国人没有在前面拦截了 原来他们在调查外星人的事情 叶末下意识地摸摸鼻子 自己算不算是外星人呢 很快他就摇了摇头 应该不算吧 他在地球还有亲人 再说了 落月大陆的人也大都是黄皮肤啊 知道渔船已经被发现的事情 须月华立即下令将渔船分解了 叶末一回来 竟然带了这么多的科技人员 很多甚至是国际上的知名专家 这给须月华和夜星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只是叶末从须月华的口中知道 那些黄金很有可能是建国的储备黄金 须月华让叶末战时打消了出售黄金的想法 第一就是落月虽然不是国家 但也是一个独立的城池 谁知道以后有没有自己的货币体系 足以储备一定的黄金是有必要的 第二 一旦落月这边出售大量的黄金 那么失去黄金的黑洋帝国立即就会怀疑落月 叶末暗叹 原本以为得到了这么多的黄金 战时不需要为钱的事情奔波了 没想到还是要去弄钱 那些科技人员被送到了最严密的一个地方 叶末和黄思游已经解释过 在落月城没有能力完全封锁的时候 他们战时还只能被隐藏起来 黄思游和皮特基本上已经成了落月这边的人了 所以不但没有什么压力 反而会去给别的科研人员做一些工作 有了这些生力军加盟 再加上他们的研究成果 落月的科技发展一下就上升了几个台阶 叶欣虽然厉害 可是他只有一个人 有了这些人的加盟就完全不同了 很多地方 他只要指点一下 就可以将新式武器的研发进度减少促年 这个新的科技研发团队 由叶欣带领 加上招收过来的一些专业人才 这个团队已经慢慢地形成 而叶欣也开始炼制顿土福 围去俄罗斯挖钻石做准备 与此同时 美国召开了全球各国首脑会议 讨论外星人事宜 同时完善保卫地球的蓝皮疏 除了美国和窝国的这些举动外 被叶欣杀得一干二净的那个小黑星岛上 现在已经闹翻天了 黑洋帝国储备的80%的黄金消失 数百名科学家十年的科研成果消失不见 更重要的是连追出去的四架新式战斗机 也莫名其妙地坠毁 这一切只有美国说的外星人可以解释 查 就算是耗尽全力也必须要查到底 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头 站在这个小岛上暴跳如雷 这一下就将黑洋帝国几乎断送掉 或者说断送了黑洋帝国80%的气韵 将近十年的努力竟然白费一空 要知道那些黄金 是黑洋帝国将近十年的努力啊 可是转眼就变成了别人的 渔船在印度洋里面失踪 不是没有人怀疑洛越城 很多怀疑洛越城的人都想来打探消息 甚至一些国家借助和洛越城做生意的机会 也前来打探 可是渔船被第一时间解体了 没有任何人能得到丝毫消息 叶末也暗自庆幸 当初前来阻拦的都是一些小国家 美国老因为丢失的那艘战舰 几乎将所有的兵力都集中过去了 目的当然是想查出其中的原因 没想到真正的原因却和他们擦肩而过 他们更没有想到真正的原因 就是那骚不起眼的渔船 一个月后 美国人倡导的地球防御基地 还在扯皮的时候 叶末已经炼制了近千枚的顿土浮路 准备好顿土浮路的叶末 再次离开了落月前往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破皮盖陨石坑 听说这里有数万亿克拉的钻石 所以叶末是来发财了 他炼制了这么多的顿土浮路 虽然不想也不可能将所有的钻石全部拿走 可是拿一点皮毛总行吧 一千斤钻石对于这个破皮盖的钻石厂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在叶末看来 这完全是利己不损人的事情 或者他还将为全球钻石降价做出一番贡献 第549张挖不到钻石般黄金 这里好冷 这是叶末的第一感觉 这里位于西伯利亚中东部 已经接近北冰洋了 叶末在空中看起来巨大的破皮盖陨石坑 有些像一个干涸的河底 周围的洞土显得坚硬异常 四周的建筑工人似乎有些繁忙 他们好像在建造一些住宅或者是一些设施 叶末估计这个钻石坑要开工了 叶末用了一个钻土浮路下去后 感觉浮路的消耗太大 这里的坚硬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范围 而且在这里他的神石也只能看清楚周围十几米的地方 这让叶末大势沮丧 看样子这钻石不是这么好弄的 叶末在地底300米的地方 已经感觉到非常的吃力了 就算是有顿土浮路 也没有办法继续往下 可是他在来之前仔细查看了钻石的生成处 知道虽然在产钻区几百米的地方就有一些 但那毕竟是少数 一般的钻石都在千米甚至几千上万米的地下 这种土质 除非他已经是结单了 不然是不可能进入万米地下的 叶末在几百米的地底找了一天 几乎将浮路消耗了一大半 这才找到十来金钻石 这让叶末有些失望 他在又消耗了一百多张浮路后 果断地出了钻石坑 想通过自己找钻石 这条路绝对行不通 一千多张顿土浮 就算卖了钱买钻石 也不止买十来金钻石 可是他花了这么多的真元和这么多的福禄 结果收获才二十金钻石不到 也许十几金钻石对别人是一大笔财富 可是对叶末来说 这些东西真的太少了 唯一让他感到一丝安慰的是 他找到了一颗有一斤多重的大钻石 叶末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了一整天 他在如此坚硬的钻石坑里面用神试用了一天 感觉到极度的疲惫 而且都有些隐隐的刺藤感 一天后 叶末才完全恢复过来 虽然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钻石坑 也可以随意他采集 可是这种事情对叶末来说太难了 他第一天才找到了十几金 如果是第二天估计更少 第一天就用了几百张的顿土浮 虽然和他的浮路等级有关系 但是也可以看出靠现在炼制浮路 找钻石根本就行不通 不要说一千斤 就算是一百斤也难上加难 要知道他这些浮路制作可是花了将近一个月 他总不能再去花一个月来制作浮路 然后用一天就消耗完毕吧 这里一没有零售的受血 二没有真正制浮的材料 以叶末的水平最多只能制作出低级浮路 如果超水平发挥还有可能勉强制作出二级浮路 但是这依然没有任何的用处 叶末站在有些寒冷的西伯利亚 感觉自己选择的路似乎并不是很好走 这个世界的财富早就被别人占领了 而他能够抢到落月已经是幸运当中的幸运 或者说是别人暂时让他占领的 他想到了暗中盯着落月的美国佬 心里越发的不爽 可是如果没有美国人在一边觊觎 他是不是就可以在落月安稳地过日子了 叶末很快就否定了他的想法 这个世界是个表面平静温和 暗地里什么事情都想做的地方 就算是美国人没有对落月有想法 别的国家一样的会有想法 只是因为美国先伸手了 甚至还通过联合国发表了保留武力声明 别人就暂时不好再动而已 说白了 这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美国人将落月一圈 打个眼神说是我的地盘 那么别人就不敢再伸手了 无他 美国人霸道而已 霸道 叶末忽然笑了 美国应该也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吧 我何不去美国将他们的黄金储备全部弄回来 也好过在这里做苦工啊 想到这里叶末只想哈哈大笑 美国老不知道自己的黄金储备丢失后 会怎么想 钻石不能发财 我就去搬黄金 黄金搬完了 再去美国银行搬美元 既然你要等我建设 我没有钱 暂时去你那里 借一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对于美元 叶末在宁海大学图书馆看过一些资料 倒也不是一无所知 华夏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可是那些都是虚的 是以堆数字 美国人不断地印刷美元 用这些纸张来华夏换取大量的食物 造成华夏银行的外币储备不断地增加 再加上美元在华夏不流通 于是华夏的企业就到商业银行把这些美元兑换成人民币 这样美元储备就越来越多 而这些美元储备放在那里不动 美国人继续地印钱 最后随着美元贬值而贬值 而大量的美元流到华夏的后果就是华夏币越来越多 美元储备越来越多 最后造成膨胀压力 美国人无所谓 他们的东西已经卖回去了 美元贬值对他们这个最大的负债国没有什么大影响 既然美元这么多 我帮你花一点好了 这叫劫富济贫 叶末心里一动 对这些经济他不懂 就算是懂 他也知道这不是他的事情 对他来说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为落月找到大量的资金来源 叶末很快就从虚越华那里得到了消息 美国的黄金主要放在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纽约曼哈顿岛南端24米深的坚硬岩床地下 这里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金库 60个国家 中央银行及国际组织在这里存放着8300多顿黄金 市值高达1650亿美元 这个消息让叶末有些无语 为什么别的国家要将黄金储备在美国的仓库 这不是百明了 将本国的七寸放在别人的手里吗 掏开这些想法 从虚越华那里得到的消息 叶末却知道这里的黄金并不是美国黄金的存放地 这里美国的黄金充其量也不过是5%而已 美国真正的黄金储存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西南50公里处 坐落着美国陆军装甲兵司令部所在的诺克斯堡基地 这里与美国总统空军一号专机一起 号称全美最安全的地方 据说这里不但是美国存放黄金的地方 而且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和国家宝物 诺克斯堡金库由花钢岩钢筋和混凝土建成 占地约1180平方米 金库大门重达20多顿 进入大门的密码由粗名工作人员分别保存 只有共同输入才能打开 金库的外部有钢板防护 屋顶也得到了特殊加固 金库四周设有警卫室 附近遍布港哨 建筑外的车道上有钢条树立的警戒围栏 金库严禁任何人靠近 在诺克斯堡周边地区 还住有2.3万名美军士兵及300多辆坦克 能够为金库提供额外的保护 金库有自己单独的应急发电设备 给水系统和其他紧急设施 其保卫措施非常严格 自建成以来就禁止任何游客参观 很详细 叶末听了须月华的话 对这个消息感到很满意 两三万美军再多的坦克 对他叶末也没有什么影响 叶末相信 就算是美国诺克斯堡金库在兼顾 也不可能比黑洋帝国的金库更加严密 对叶末来说 去曼哈顿岛的地下是取黄金 比起去诺克斯堡金库要简单的太多了 可叶末还是决定去诺克斯堡金库 诺克斯堡金库里面不但有黄金 据说还有别的美国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这对叶末有些吸引 当然也许更主要的是 诺克斯堡金库的黄金才是美国的 叶末是一个说做就做的人 而且他也不喜欢一直这样留在外面跑来跑去 对他来说 早点将筹钱的事情处理完才是最重要的 诺克斯堡确切地说是美国国家金库 因为美国发达的雷达系统和监控系统 叶末的行动是非常的小心 也许对他来说 将诺克斯堡的黄金运走不是很难 难得只是如何来到诺克斯堡 因为有了几次的经验 叶末这次很是小心 他进入美国海域的时候就开始隐身 再加上他已经是炼器五层 所以他落在诺克斯堡周围的时候 并没有被发现 叶末站在远处 入眼的诺克斯堡是一个四方的政府建筑 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 一座高12米左右 长宽都在30多米的普通建筑而已 不过他依然可以看见 远处美国装甲兵的训练基地 还有守卫森严的美国大兵 也许那些才是让美国人认为 诺克斯堡安全的心理安慰吧 虽然外面的院子铁门显得有些简易 可是叶末绝对不会就此小看这个城堡 或者是小看这个 有着全球大部分黄金的地方 也许对别人来说 进入这里面大门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叶末知道大门才是最难进入的地方 叶末没有去挑战他的隐身术 自从在黑洋帝国知道自己的隐身术 在特别的镜头下还是有影子的后 叶末就处处开始小心 他以最快的速度从高速公路的一边 冲入诺克斯堡的侧边 然后在顿土服的帮助下 以最快的速度没入了地下 第550张唐人街巨变 叶末进来后 才知道诺克斯堡的墙壁虽然很坚硬 可是比起黑洋帝国的那个钢铁屋子 甚至还带着一层触发电警报和激光通道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太容易了 这个地方就是被别人叫着全美最安全的地方吗 叶末摇了摇头 他手里的飞舰很快就此穿了地下的壁垒 进入了诺克斯堡地下室 对叶末来说 外面的坦克再多 守卫的士兵再多 也是摆设 叶末站在由一个个小个间错纵在一起的 诺克斯堡地下层 心里感慨 这里进来太容易了 甚至他将黄金拿走后 那些美国人还不知道 虽然这里面的监控系统对叶末来说太过摆设了 可是叶末也没有就此大意 他不想被人发现 因为这里的工作做完后 他还要去美国的银行转一转 这一下是一个接着一个被叶末刺穿 在这里 叶末看见了各种不同奇怪的尸体和头颅标本 看见了独立宣言原本 还有大宪章等等古董文件 还有一些美国准备扩张的战略机密文件 可是这些东西对叶末来说就是垃圾 倒是一些国王皇冠上的珠宝被他随手收了起来 接连破开了众多的屋子 叶末才看见黄金 已经拿走过几百顿黄金的叶末 眼光也变得高了起来 虽然面对的全部是金条 促腕的金条对他来说也只是一些数字而已 对这些金条 叶末根本连数的心情都没有 直接收入了储物戒指 他的储物戒指已经更换 现在长就有15米左右 再加上十来米宽 还有8米高的样子 足足有一千多立方米 这个储物戒指相对于原先落月大陆的住机修饰来说 还是小得可怜 可是对叶末来说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落月大陆的储物戒指虽然很大 或者说随便一个储物戒指拿出来都比叶末的大 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的 因为那里的空名石太紧张了 一般的炼器棋也只能用储物袋而已 一个个房间的破开 一堆堆黄金被叶末扫走 到最后叶末都有些烦腻了 在拿走第三十万根金条后 他终于不想继续留在这里找金条了 谁知道这里面还有多少 他估计自己拿到的至少有四千多顿了 叶末离开诺克斯堡后 那些士兵依然是严肃森严的守卫 在诺克斯堡的周围 根本不知道他们守卫的地方 金条已经被拿走了就成多 虽然叶末在诺克斯堡大获丰收 可是他在美洲银行的金库只找到几亿美元现金 而且他发行银行的监控和报警系统对他的威胁 远远的大于美国的那个诺克斯堡 不管是不是诺克斯堡建立的时间太久了 叶末都已经彻底的对从银行搬走 大量的美元失去了兴趣 因为那实在是太难了 他不知道美国现金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他甚至想去美联储看看 不过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 他们发行美元不一定就有这东西 如果他知道美元集中的地方 不需要一家家银行的跑 也许他还会去一趟 但是前提条件他不能曝露 一旦曝露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的他无论是个人实力 还是落月都远远不是美国人的对手 他打不过可以逃 可是别人呢 手里的黄金可以让薛月华找人销售一些 黄金适应通货 不愁卖不动 只要做得小心一点就好 叶末再次来到旧金山的唐人街 这是他计划好的 原本他打算是将落月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 再来这里的 只是因为今天正好在美国发财 就顺便来了这里 天色还没有黑 可是明玉阁却早早的关门了 叶末的神是扫到明玉阁的里面 竟然没有发现人 就是当初的那个叫老贺的老头 还有那个伙计都不见了 叶末再次找到彭勒基的老巢 却发现那处民房里面也没有人 而且看起来荒废好久了 一些不好的预感从叶末心里涌起 他来到了洪武邦的那个武馆 当初他和时开根来的时候 这个武馆非常的红火 现在却破败不堪了 叶末再次去了朱鸿生的地盘 那的独院同样也没有遇见一个人 看样子这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为什么不见时开根给自己报告 叶末很快就想起他的手机 自从搬到落月后就换了 他只好皱着眉头再次回到了明玉阁的门口 就在叶末有些疑惑不解的时候 他的神是扫到了几百米外一条小巷里面的一个人影 终于遇见一个熟人了 当初将严姐相片交给他的罗欣 叶末没有想到罗欣竟然还没有走 下一刻他已经出现在了罗欣的面前 正低头急走的罗欣忽然被人拦住 立即吓得打了葛基林 不过他很快就看清楚了对面站着的人是谁 是一个让整个红武帮都仰望的存在 叶前辈 罗欣认出叶末后 立即就叫了一句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罗欣 没想到你还在这里 我问一下你 为什么唐帮的人一个都看不到 持开根也找不到 你们红武帮的人怎么也都不在 罗欣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四周 叶末看到罗欣的表情 立即说道 你不用看了 这附近没有人 你直接说就好了 是不是持开根出了事情了 罗欣摇了摇头说道 持歌倒是没有出事情 出事情的是彭帮主 我们红武帮在和山口帮火并后 双方实力都被削弱得太多了 山口帮却勾结三返本地的三返帮 准备将我们红武帮灭掉 听到这里叶末点了点头 看样子红武帮是被灭掉了 不然不会这么萧条 罗欣却继续说道 朱帮主知道不是他们的对手 就求救于唐帮的彭帮主 因为我们红武帮和山口帮火并后 实力本来就被削弱得厉害 彭帮主也知道 就算是唐帮出面也不是三返帮的对手 这么说彭乐机拒绝了 叶末随口问道 罗欣有些伤胆地说道 彭帮主还没有来得及拒绝 三返帮和山口帮就杀过来了 让人奇怪的是 当晚唐人街打斗的这么厉害 居然没有警察过来 可见警察早就被收买了 本来唐帮的实力就不如三返帮 加上别人又是袭击 最后 最后 叶末眼神一朗 最后怎么样了 罗欣黯然地说道 最后唐帮几乎全军覆没 而我们朱帮主也被杀了 帮里参加打斗的兄弟 几乎都死了 我是因为出去办事 错过了这次 这才保住了一命 叶末心里暗想 这个罗欣倒是一个妇人 十多年前他也是出去拿相片 错过了一次混战 这次竟然又逃过了 石开根和同住怎么样 虽然对唐帮没有多大的感情 可是石开根和同住 却算是他的人 他们两人和彭乐基不同 彭乐基是利用他叶末的实力 再次拉起唐帮 虽然他口中说得很好听 可是叶末知道彭乐基是一个极度有心机的人 如果真的要将他带离美国 他还是会借机离开自己 之所以将石开根和同住留下来帮彭乐基 其实叶末交代了两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言解 至于组建唐帮的事情 就算是叶末不说 没有石开根帮忙 彭乐基也会将唐帮组建起来 他是一个不甘人下的隐忍人物 这种心机深厚的人物 叶末并不喜欢 罗兴建叶末问的不是彭帮主的安危 而是问石开根和同住 心里倒是愣了一下 只是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即可回答道 同住的消息我不知道 我只是听说彭帮主受了重伤 被帮里的一个兄弟就走了 石大哥听说也是受了一些伤 最后被一个独臂人就走了 那的独臂人非常的厉害 他连杀了醋名三凡帮的人 才就走了石大哥 等迪克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迪克 叶末感觉这个名字好熟悉 似乎他听过 见叶末单独说起迪克 罗兴连忙补充道 迪克原来是灰色联盟两大高手之一 他和三席飞刀约翰杰并称为枪刀双绝 当初灰色联盟和约翰杰都是前辈灭掉的 而那个时候迪克并不在美国 等他回来的时候 知道自己的兄弟和帮派被前辈灭掉后 立即就要来报仇 正好三凡帮和山口帮和谋准备灭掉红武帮 这样迪克就加入了三凡帮 因为杀了约翰杰的是前辈 而且灰色联盟也灭在了前辈的手里 所以 迪克就将仇恨记在了唐帮的头上 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件事 灰色联盟没有了 三凡帮也会找借口灭掉唐帮和红武帮的 叶末总算是明白过来 原来还和自己有关系 迪克 他想起来了 当初石开根是和他提起过这个人 只是对这种小人物 叶末一般的都不会去在意 没想到竟然因为这个家伙 差点让石开根被杀了 那个就石开根的人只有一条胳膊 而且还连杀了醋名三凡帮的人 可见这是一个伸手很厉害的人 这人是谁 为什么要帮石开根 第551章言解的下落 叶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杀一 难道是他救了石开根 无论是不是杀一 叶末都决定去他的地盘看看 李怎么还在这里没有走 叶末看着罗欣疑惑地问道 按理说他上次就应该离开旧金山了 没想到现在还在这里 罗欣听了叶末的话 脸上露出一些不自然的神色 似乎有什么为难的话不大好说 叶末摆了摆手 打断了他想说的话 谢谢你的消息 我走了 罗欣反应过来 要说句什么的时候 叶末已经不见了踪迹 叶末没有猜错 石开根确实是杀一所救 就连同住也被他救了 只是让杀一疑惑的是 一般只要涉及到叶末的事情 他很快就会赶到 三凡的唐人街帮派大战 过去将近一个月了 叶末竟然还没有来 石开根也在疑惑 叶末为什么没有来 甚至他的电话也打不通 他知道杀一之所以救他 肯定是和叶末有关系 当初叶末去过五周 而杀一对叶末似乎很忌惮 从杀一救他的身手 他可以看出 杀一的本事似乎不下于叶末 这样一个有本事的人 怎么可能忌惮叶末 不管怎么样 杀一救了他 他心里还是很感激的 如果不是杀一 他就不是受轻伤了 肯定是没有机会再逃出来 叶末再次来到五周的时候 杀一正在和石开根说话 两人都没有想到叶末 会突兀的出现在这里 叶前辈 杀一救石开根本来 就是看在叶末的面子上 他是一个现实的人 如果不是叶末 他才不会去做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虽然三繁邦奈何不了他 可是他下面还有别的人 况且三繁邦在这里是地头蛇 石开根的伤本来就不重 有杀一这种高手在 更是早就愈合 他看见叶末过来 连忙站了起来叫了聚夜歌 童柱不在 叶末见石开根没事 这才放下心来 石开根是在帮他做事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他也有些内疚 主子出去打探消息了 石开根的话应当落 童柱的声音就传来了 池哥今天晚上我看见迪克了 沙帮主也在啊 童柱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才看见叶末 立即惊喜地叫了出来 叶哥你总算是过来了 叶末看着有些狼狈的童柱 拍了拍他的肩膀 石开根和童柱 弄成这样 可以说也是受了他的连累 特别是石开根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吩咐 也不会留在堂帮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叶末看着石开根问道 虽然罗欣说得很清楚 可是叶末还想听听石开根是怎么说的 毕竟他才是经历这件事的人 石开根同住两人的说法基本上和罗欣说的一致 所不同的是迪克得知了石开根被人救走了后 还在找他的下落 按照迪克的意思 不将石开根抓住 逼问出纳德灭了灰色联盟的背后者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因为三繁邦的步步紧逼 就连沙姨最近的生意都大受影响 李还在做人口买卖 叶末对这个有些反感 只是沙姨再次救了石开根 让叶末对他有些矛盾 沙姨连忙说道 没有 自从上次见过前辈 听了前辈的话后 我就没有继续做这个生意了 现在我在做一些军火生意 李做军火 李可以弄到最新的武器 叶末忽然想到落月 虽然现在落月购买了一些军火 可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 至于那些国家根本就不会将军火出售给落月 落月的军火大部分都是通过地下途径的来的 沙姨还没有回答 石开根就接口说道 美国的武器和华夏不同 它是由各大军火商提供的 然后美国政府向他们采购 不过这些军火商几乎都有政府背景 但是因为涉及到私利的事情 在美国弄到最先进的军火 比国内或者别的地方要简单的太多了 没错 像洛克希的马兵 波音 雷神 通用动力 ATK等真正的战略武器生产商和政府 以及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 但不是国有的 或者说他们是明面上不是暗地理事 这些战略武器的出售受到了一些管制 我们是弄不到的 可是对于一些常规的轻武器 却很简单就可以弄到 沙一补充说道 叶末点点头说道 既然这样 沙一 你负责帮我弄到一些最先进的轻武器 至于那些战略武器的设计图纸 我会去那些军火商那里弄回来 我的公司现在搬到落月去了 你应该知道吧 沙一本来一直就想说这句话的 现在叶末提出来 他更是激动不已 这次他没有犹豫 直接说道 叶前辈 我知道落月要叶 想加入落月城 前辈 听了沙一的话 时开根和同住也热切起来 他们当然早就知道叶末的落月要叶的传奇故事了 虽然他们已经算是叶末的小弟 可是 他们更加想加入落月城 只是现在叶末在和沙一说话 他们不好插口 叶末明白他们的想法 唯唯一笑说道 当然 我既然说了这个话 就是允许你们加入落月城 如果你们现在就想回落月也可以 如果你们留在这里 就继续帮我关注一下美国的军火问题 也帮我购买一些最先进的军火 如果美国有了最前沿的技术 你们可以立即告诉我 从个人角度来说 叶末不得不佩服美国是一个开明的国家 很多地方比别的国家好了很多 如果美国不是想着要吞并落月 叶末也不会找美国动手 可就算是美国在牛逼 他想对落月动手 那就别怪他先下手围墙了 还有一点就是 美国老骨子里面 好像他们就是世杰一哥的那种臭美 让叶末看得很不习惯 没有问题 我愿意留在这里继续做军火生意 杀姨立即就表态了 持开根和同柱当然不会落后 紧跟着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三人愿意留下来帮忙 叶末当然不会亏待他们 他拿出三个防御手链送给了三人 至少可以救他们一次 虽然持开根和同柱 还不大懂这个防御手链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们亲眼看见过叶末出手的火球 况且叶末创办落月药业 还有占领落月 宣布独立 这种种都让他们心里感觉 叶末是一个神秘强大的人 既然他说可以 那就可以 杀姨心里一直对叶末有一种敬畏 当初叶末从淳安到香港 简直就是眨眼之间 这件事让他现在都没有明白 所以对叶末出手的东西 他看得很是宝贵 尽管杀姨推辞 可是叶末还是留下了5000万美元给他 这5000万美元还是叶末当初杀了基森后得到的 说心里话 他很少用钱 所以他的钱虽然多 但是却很难派上用处 要让杀姨办事 就不能让他花钱 我还想去那些大型军火商那里取一些资料回来 你们知道这些军火商研究图纸和存放图纸的地方吗 当叶末问出这句话后 让刚刚还沉浸在喜悦中的三人彻底的实话了 去军火商那里取军火设计的图纸 不就是盗取吗 这种事情也可以 就算是叶末在厉害 也做不到这样吧 他们不知道连美国诺克斯堡的黄金都被叶末拿来了 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 肯定就不会对叶末的话这么惊骇了 叶末知道如果给叶星时间 他肯定可以设计出最先进的军火来 可是他知道落月的时间有限 与其让叶星他们去设计 还不如直接从那些军火商那里拿来 直接交给叶星他们去修改就好了 半赏 最先反应过来的杀意才冒出来一句 前辈 你不是开玩笑吧 叶末微微一笑 我当然不是开玩笑 而且还要在今天白天将事情做完 晚上我还要去三繁邦转转 叶末的话再次让三人以为叶末在说胡话 就算是要去盗取图纸 也是晚上的时间吧 白天 大白天去美国的军火公司盗取图纸 疯了 真是疯了 如果让他们想 他们宁可想叶末白天去三繁邦 晚上再去盗图纸 尽管这样依然很是疯狂 很快他们就知道叶末不是开玩笑 叶末说的是真的 比真金白银还真 可是那些公司都在不同的地方 而且 沙姨的话没有说出来 可是石开根知道他的意思 在全美各个地方的公司 加上现在美国的严格检查 一个华夏人想要在一天前往这么多地方 根本不可能 叶末摆了摆手 这些我会想办法 你先将那些资料给我 叶末有一张全美详细地图 只要有地址 他就可以找去 既然来了美国 当然要发一笔才再走 才他已经发了一些 可是叶末感觉这还远远不够 沙姨离开去查找资料 石开根却忽然拍了一下脑袋说到 叶哥 你走的时候交代我查找严姐的下落 我后来找到了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向你报告 就发生了三凡帮入侵的事情 叶末心里一惊 他甚至想纳得严姐 很有可能就是和他血脉相连的母亲 原来一直没有找到 他还可以平静对待 可是他听到石开根说 已经找到了严姐的下落 他心里顿时有了一种 无法言表的味道 第552章梅西卡小镇 自从和叶末相识以来 石开根就从来没有见过叶末这种表情 更是不敢再迟疑地说到 一个月前 我找到了一个原来汉文帮的人 他叫刘山 当年帮派混战发生后 汉文帮的帮主确实是派了一个人送严姐离开 后来汉文帮被灭 一些兄弟逃了出来 我遇见的刘山就是逃出来的一个 他在中途遇见了严姐 还有保护严姐的另外一个人 三人会合后才发现身上没有钱了 严姐就从手里将那个手镯拿了下来 他将手镯交给了纳德保护他的人去换钱 可是纳德兄弟走了后 就没有再回来 严姐和刘山等了好久后 他还没有回来 后来两人听见枪声 就没敢继续等下去 保护严姐的任务就落在了刘山的身上 刘山倒也算是忠于汉文帮 他将严姐带到梅西卡小镇后和严姐走失了 刘山呢 好一会叶末才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石开根有些惭愧地说道 我找到他是在戴利城 后来我第二次去找他的时候 他已经搬走了 我想他应该不想再和汉文帮有什么瓜葛吧 我理解他的想法 也没有再去找他 说完 石开根不等叶末再问 立即就拿出一个很精确的小镇地图递给叶末说道 这是梅西卡小镇的位置 上面画了红圈的地方就是当初 严姐和刘山走散的地方 我这些准备好了后 还没有来得及去找 就发生了三帆帮的事情 后来沙帮主将我救出来 养好伤后 我还去找过 但是没有丝毫的消息 因为三帆帮盯得太紧 我也不敢频繁外出 叶末接过地图一直盯着地图看 连沙姨进来了都不知道 两久 叶末才将地图收了起来 心里却为严姐的坎坷命运有了一些担忧 虽然她来自落月 可是叶末是一个重情感之人 不然她也不会对叶灵和叶子峰另眼相看了 从本质上来说 如果严姐真是她的母亲 那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情感 谁知道原来的那个气少 叶末是不是她的前生 就算不是 她的血脉却也没有改变 有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抹去的 对严姐的遭遇她不能不担忧 叶前辈 这些资料我都弄好了 你看看 见叶末回过神来 杀一连忙将手里的东西递给叶末 叶末接过来却没有仔细地去看 而是直接收了起来 过了一会她才说到 我要出去一下 至于三凡邦的事情 就等我回来再说 迟开根估计叶末应该是去梅西卡小镇 她犹豫了一下 想了想还是没有说 叶末既然上次专门为那个严姐过来 就说明她和严姐有很大的关系 别的事情还是等她将严姐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再说吧 叶末已经恢复了冷静 她看见了石开根想说却没有说的样子 立即问道你有什么话想说 叶哥 还有一件事我没来得及说 就是黄梅在你上次离开后来找过你 她听说你离开后很是失望 石开根见叶末问起连忙说道 黄梅 叶末皱了皱眉头 她不认识这个女人啊 况且这里还是美国 她不记得什么时候在美国认识一个女人了 她找自己干什么 石开根见叶末没有想起来 马上补充说道 她就是当初我们进入红武帮后 坐在朱鸿生身边的那个女人 石开根这么一说 叶末立即就想起来了 当初三席飞刀约翰杰来到红武帮 让朱鸿生交出自己来 结果被那个女人当场就拒绝了 而且那个黄梅似乎还处处地维护她 当时她还奇怪 自己和那个女人从来都不认识 她为什么要维护自己 对这个黄梅 叶末倒是有些印象 这个女人长相虽然一般 可是心思却很细腻 想到这里叶末开口问道 红武帮被灭了后 黄梅怎么样了 石开根立即回答道 黄梅为人很聪明 那天朱鸿生拒绝了她保护你的建议后 她马上就退出去了 她不是暂时离开 而且当时就离开了红武帮 后来朱鸿生知道自己的错误后 再找黄梅 已经找不到了 叶末点了点头 这个黄梅倒也聪明 当时她是立即就退场了 没到她这么果断 知道朱鸿生不值得辅助 立即就离开了 可是既然她离开了 还要来找自己干什么 她叶末可不是混黑的 也不是混黑的老大 她说了什么吗 叶末再次问道 石开根说道 她只是问了你来三凡是不是主要就是寻找严姐的 环游你下次什么时候来 因为她已经知道这件事 我也没有隐瞒 至于下次你什么时候来 我说我也不知道 后来她就走了 也没有再听到她的消息 叶末没有再问 这个黄梅心迹不错 她的心迹和蓬勒基不同 她是想做些事情 如果可以让她去帮助薛月华倒是不错 不过既然已经走了 就没有必要再问了 相比其美国别的地方 甚至旧金山别的小镇 梅西卡小镇就显得太普通了 就连街道都显得有些凌乱 小镇的那些建筑就更是古旧了 相比其美国其余的地方 叶末觉得这个小镇实在是太差了点 叶末站在一家咖啡店门口 这家咖啡店倒是新建起来的 石开根给她的地图上面划圈的就是这个地方 当初严姐来过这里 只是原来这里还没有咖啡店而已 叶末叹了口气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要说严姐大部分都不会继续留在这个小镇 就算是她还在这里 也不是她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就找到的 走进咖啡店 叶末随便要了一杯咖啡 她不懂那些英文 只是随便点了一个而已 咖啡端上来 上面全是泡沫 叶末搅了一下 喝了一口有些苦涩 她不喜欢这种味道 随手拿起旁边的一张报纸 头版头条就是美洲银行的相片 还有被叶末挖开的金库墙壁 叶末微微一笑 反应还算快 这才早上 报纸就出来了 虽然那些英文她看得不大明白 但猜也可以猜到是怎么回事 只是不知道那个金库被搬 美国人有没有发现 如果白宫发现金库被搬了 他们会不会发狂 听说那个金库很少有人进去 如果美国人几年后才发现黄金被搬走了 那才好笑 毕宁金黄头发的女郎在叶末刚坐下不久 就端了一杯咖啡坐在了叶末的对面 用英语问了一句 你是华夏人 这句话叶末倒是听懂了 可是她不想和这个女人说话 装着听不懂的样子依然喝了一口并不喜欢的咖啡 请问你是华夏人吗 这金法女子见叶末没有回答她的话 再次问道 不过这次却用的华语 竟然还算是发音清楚 说得不错 叶末无奈地点了点头 是的 你有什么事情 哦 太好了 我想请你帮个忙 哦 不 我想我可以帮您一个忙 这金法女子的这句话让叶末有些诧异 请她帮忙 美国人就这么自来熟吗 再说了 自己也没有什么需要她帮忙的 不等叶末再说话 这金法女郎忽然凑到叶末的耳边说道 我们出去说好吗 我想也许你会感兴趣的 叶末之所以坐在这里喝咖啡 是想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 她想到严姐当初一个人站在异乡的街角 孤单无助的情景就有些忧心 可是这个女人将她原本就不好的心情搅得更坏 叶末站了起来 丢了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在吧台上面 转身就走 她身上除了一百美元的 没有小钱 那名金法女郎看见叶末丢下来的一百美元 连忙将钱拿在手里 拿出一张卡帮叶末将钱付了 吧台的服务员看见她跟着叶末 还以为两人是一起的 倒也没有在意 这金法女郎走出咖啡店 忽然凑到叶末的身边 甚至用手抓住了叶末的胳膊 还特意将胸口的硕大胸气在叶末的胳膊上摩擦着 叶末皱了皱眉头 对这种身上古怪化学香味的女人 她是没有丝毫好感的 可家里等着她的助亲血比起来 这个女人叶末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而且此时叶末肯定这个女人大部分是街头战绩一类的 虽然谈不上比试 可是以叶末此刻的心情 对这种女人是理都不想理的 只是她心里也有一些好奇 一般的站街女都是晚上出来 而这个女人竟然早上出动 和别的站街女似乎工作时间正好相反 将这个女人的胳膊甩了下来 叶末有些不愉快地说道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如果是想要上床的话就免了 我对你没有兴趣 可是出乎叶末预料的是 这个女人竟然露出了一些难堪的表情 不过她很快就将那些难堪丢到一边 竟然满脸笑容地说道 哦 我知道 可是我很喜欢你 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身上有一种男人的味道 第553章地下黑拳 叶末冷冷一笑 再说一句 我对你没有兴趣 请让开 如果不是要在梅西卡小镇寻找严姐的踪迹 叶末早就闪开了 那里有空和这个外国女人啰嗦 这金法女子忽然说道 梅西卡小镇很少来华夏人 请问您是来旅游的吗 也许我可以带你参观整个梅西卡小镇 我知道这里的很多别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梅西卡镇鬼屋 旋转战场 华人后街 地下黑拳 随便你想去任何地方 我都可以带你去 我要的钱很少 甚至只要你再给我300 不 200美元 我就可以为您服务一天时间 从她的话 叶末就知道这个金法女郎根本就没有放弃要赚自己钱的目的 不过她的话倒是让叶末心里一动 梅西卡小镇她第一次来 肯定不熟悉 如果有一个人带路的话 她可以减少很多的时间 这个女人还懂一些华语 甚至还算是流利 两个人交流完全没有问题 想到这里 叶末忽然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你很需要钱吗 这金法女子听见叶末问她的名字 连忙说道 我叫爱妮 是的 我真的很需要钱 如果您完累了 我甚至可以陪您上床 只要您给我200美元就可以 上床就不用了 你先说说这里的华人多不多 一般都居住在什么地方 还有 你对这个小镇的历史了解多少 不 或者说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叶末摆了摆手 说完后感觉自己的表达有些问题 她要求的不是这个小镇的历史 而是这个小镇十几年前的一些事情 爱妮一听叶末问起这些事情 她很怕叶末认为她了解的不多 拒绝她的这个生意 连忙说道 我就出生在这个小镇 我爸爸是个铁匠 所以 我对这里很了解 很了解 就像 就像 爱妮有心要说一句华夏的比喻 可惜她的知识有限 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起来 叶末没有在意爱妮的想法 她点点头说道 你带我去华人的聚居去看看好了 我想找一个人 找人 啊 那太好了 只要你找的是华人 这个小镇的华人 我都可以帮你找到 哦 别人都叫我华夏通 爱妮丝毫没有感觉到 她的语气有些夸张 自顾地说道 要找华人 我们先要去蒙堂路的地下黑拳市场 那里的华人虽然不是最多的 却是第二多的地方 也许您要找的人就在那里 严姐不可能在地下黑拳市场的 叶末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为什么要去华人第二多的地方 你直接带我去华人最多的地方好了 哦 先生 我还不知道您叫什么 爱妮有心要称呼一下叶末 才发现她到现在连叶末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叫叶末 你还是直接带我去华人最多的地方好了 叶末和爱妮说了一会话后 倒是感觉她并没有想象中的讨厌 至少还算是逝去 或许她是真的需要钱 如果她可以带自己 将这个小镇的华人都找了个遍 她不介意给点美元给这个爱妮 爱妮听叶末报了自己的名字 更是高兴地说道 叶末先生 华人最多的地方是华人后街 但是去那里必须经过蒙唐路的地下黑拳市场 这样 我们就可以花更少的时间 找完梅西卡小镇所有的华人 叶末一看爱妮闪烁的眼神 就知道就算她说的是对的 但是她坚持要去蒙唐路的地下黑拳市场也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对叶末来说 无论爱妮的想法是什么 哪怕她将自己带到土匪窝 她也不会有半分在意 似乎感觉到自己的话可能会引起叶末的误会 爱妮急忙解释了一句 其实在黑拳市场还可以看见很多厉害的华人高手打拳的 如果您真的没有兴趣 我们可以不去 没有关系 我们就去地下黑拳市场吧 叶末淡淡一笑随意地挥了挥手 一个美国的小镇 就算是黑拳高手再多 她也不会放在心上 见叶末答应下来 爱妮更是高兴地一叫道 哦 叶末上帝 你是最棒的 你真是一个豪华的绅士 她的比喻不伦不类 可是她的表情确实是非常的高兴 我们快点去吧 以后只要直接叫我叶先生就好 叶末上帝这个称呼听起来有些让奥巴马不大高兴 也许她认为她自己才是美国的上帝 感觉到这个爱妮虽然很缺钱 可是她没有丝毫缺钱的忧郁 甚至还因为得到了一个带路的差事变得兴高采烈起来 叶末心情也好了很多 听了叶末的话 爱妮连忙摇头 不 不 我讨厌那个非洲老 她从来不管梅西卡小镇的穷人们 哦 小甜心 我也讨厌那个非洲老 一宁美国白人男子嚼着口香糖从叶末和爱妮身边走过 她却听见了叶末和爱妮的话 并且用非常别角的华语回答了一句 爱妮没有理睬这个白人男子 而是指着一条小小的巷子对叶末说道 进入这里面就到了地下黑泉市场了 我们进去吧 那名嚼着口香糖的白人男子 这里就这么热闹了 可以想象到了晚上 这里更加的热闹 走完这条细小狭长的小巷子 爱妮带着叶末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大厅 大厅里面人很多 听起来闹哄哄的 显得有些乌烟瘴气 一个个小麦扑在周围淋漓如麻 喝酒的 打牌的 吃饭的 甚至还有一些躲在一边吸毒的 叶末却发现这里面各种肤色 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显得鱼龙混杂 爱妮有些抱歉的对叶末笑了笑 叶先生 我们进入里面就好了 这个大厅嘈杂了一些 这个大厅里面也有很多的华人 您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爱妮似乎在这里认识很多人 她一进来 立即就有一些人和她打招呼 英文的华语的都有 不过爱妮知道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她见叶末没有看大厅里面的人 就知道叶末很不喜欢这个地方 她连忙带着叶末穿过大厅 进入了地下层 在入口的地方 爱妮停了下来 她有些尴尬地看着叶末说道 叶先生 您可以先借个200给我吗 您放心 我肯定不会赖账的 几百美元对叶末来说 就和几张只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她也不是冤大头 只是抽了两张美元递给爱妮 如果最后她真的带自己 找遍了梅西卡小镇 她不介意多给点给她 万一她还可以打听出来 十几年前严姐的蛛丝马迹 或许她给的还更多 谢谢您 叶先生 您真是我的上帝 哦 我们进去吧 就好像一个赌徒 再次筹集到赌本一般的愉快 爱妮脸上的表情 似乎她得到的不是200美元 而是200万美元 一目暗道 真是知足者长了啊 这个爱妮真是 很好的诠释了这句话 两人来到门口 爱妮交了20美元后 带着叶末进入了地下拳场 叶末看见地下室一样闹哄哄的人群 立即就知道爱妮肯定有自己的事情 这才来到地下室 不过叶末发现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华人 而且那些华人还在几个拳击台前面大喊大叫 爱妮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一个非常流利的华语问道 说话的是一名20来岁的黄皮肤青年 她的头上似乎受伤了 还绑着扎带 她挤到了叶末和爱妮的面前问完这句话后 就看着叶末 爱妮正准备让叶末等会 她去找这个青年的 没想到她竟然出来了 有些尴尬的爱妮拿出那300美元赛给这个青年 然后说道 叶末是我的新朋友 你不用担心 你先去报名 我晚上再来看你的预赛 叶末发现那300美元都是她身上出来的 有一百美元是爱妮从咖啡店里面抢来的 环游200就是刚才问她借的 这青年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过了钱 只是说了一句 我一定不会让你和思思姐失望的 说完转身就钻进了人群里面 叶末看见她进入了比赛区 对不起 叶先生 我骗了您 您放心 我肯定会带您找变整个梅西卡小镇 如果您要找的人真的在这里 我一定会帮您找出来 似乎感觉到自己做的有些不大地道 爱妮歉意地对叶末说道 叶末看着那名离开的青年 她感觉到了一些熟悉 在这名青年身上 她好像看到了一些曾经看见过的东西 只是一时间她竟然想不起来 第554章私家 她叫英家 因为她很需要钱 至少需要几万美元 所以她来了这里 我想帮她 可是我也没有钱 爱妮解释了半天 叶末总算是明白了她的意思 爱妮同样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她的父亲是香港人 她父亲多年前来到美国后 辗转来到了美西卡小镇 后来她的父亲在小镇打铁为生 遇见了爱妮的母亲 两天结合后生下了爱妮 但是爱妮刚出生后 她母亲就去世了 爱妮的父亲带着爱妮虽然过得不算好 但是也勉强在这个地方生存着 后来因为经济危机 爱妮的父亲彻底破产了 只能依靠低保班到了华人后街平民区居住 因为这里对华人的歧视 所以爱妮和父亲享受的福利并没有多少 再加上爱妮的父亲还是一个酒鬼 大部分钱都被她父亲拿去喝酒了 爱妮平时用的钱就更少了 在华人后街 爱妮认识了英家姐弟两人 并且她还爱上了英家 而英家和她姐姐最近急需一笔钱 但是爱妮又没有办法帮忙 只好来地下打黑拳 因为英家本事不错 一般两三个人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所以爱妮才支持她来打拳 最近的梅西卡小镇地下黑拳市场 举办了一个梅西卡金腰带拳王赛 第一名可以得到十万美元的奖金 第二第三分别可以拿到五万和三万的奖金 所以英家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虽然报名费只需要三百美元 但是找到担保人却需要另外加付一千美元 两人加起来只有一千美元 所以爱妮就出去筹钱了 本来英家是想打两场挑战赛 然后的一点奖金的 可是挑战赛一样的需要报名费 而且还不低 叶末听完后有些无语 这个女人出去陪别人睡觉帮喜欢的人筹钱 是该表扬她还是应该骂她脑残呢 不过叶末很快就想到 美国人的想法也许和华夏人不同吧 或许他们认为男女就是那么回事 睡一觉又没有少快肉 虽然叶末很不理解爱妮的做法 可是她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 也许站在她的角度来说她是正确的 只是这个爱妮好像太小了吧 虽然叶末猜测她大概有二十四五岁了 可是据她自己说 她才十九岁 还是一个高中生 见叶末沉默不语 爱妮正想继续道歉 现在钱已经拿去给英家报名了 如果这个叶末先生不想让她继续带路 她还没有两百美元偿还 哦哦 一阵欢呼声传来 叶末看了过去 却发现靠左边角落出的一个擂台 一名华人男子被打了下来 这两个人的比赛 叶末一进来就看见了 只是那种水平她没有在意而已 那名华人男子吐了几口血 明显的出气多 进气少了 而站在擂台上的那个黑人 更是被裁判举其手眼里尽是兴奋 很多看台上面的人都将钱丢到擂台上面 一名只穿了三点式的女人却在擂台上面捡钱 并且还做出各种风骚入骨的表情 吸引了更多的人砸钱上去 可以随便打死人的吗 叶末有些惊讶地看着那些欢呼的人 似乎看见了叶末的惊讶 爱妮连忙说道 那里面如果去看的话 需要加钱买座位的 不然只能在外面远远地看 很多打赢的选手 都有人打赏美元的 有的时候 一场比赛的打赏就是好几千美元 好几万的我也看过 不过上万的就很少了 这里政府不管 叶末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爱妮摇了摇头说道 当然不会管的 有的时候会有人来检查的 不过在检查之前 这里都会得到消息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你不担心英家也被人这样打下来 叶末心想 如果在华夏 作为英家的女朋友 肯定首先劝说英家 不要去参加这种比赛 可是爱妮似乎还很鼓励英家 去参加这种黑拳比赛 似乎根本就不担心英家出事一样 原本叶末还以为这里打黑拳 如果输了最多 只是失去了押金和报名费而已 现在看来 如果输了 很有可能输掉小命啊 爱妮毫不在意地摇了摇头说道 英家可以赢的 我相信她肯定可以 我为什么还要担心她呢 叶末有些无语 刚才那的黑人 虽然没有专门修炼过 但是她的出拳很是刁钻 一看就是酒精沙场的老手了 英家是一个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新人 爱妮凭什么相信她 只是叶末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 她在这个地下黑拳市场扫了一遍 和她想的一样 虽然这里的华人很多 可是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就算是华人女子都很少 不要说言解了 走吧 带我去去看看华人后街 叶末现在虽然对这里没有了兴趣 但是对华人后街却有些期待起来 如果严姐在梅西卡小镇的话 那她90%以上会居住在华人后街 因为那里是华人的平民窟 严姐孤身一人来到梅西卡小镇 她不去平民窟也没有地方可去了 爱妮知道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地道 所以叶末提出让她快点带她去华人后街 她根本没有任何的迟疑 反正她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梅西卡小镇的华人后街 说是平民窟还真的没错 叶末甚至在这里感受到了 香港电影里面80年代的混乱地 看到这里 叶末立即就想到 美国看样子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很有钱啊 当然也有可能美国的排华意识存在 他们对华人的生死不在意 这个街道狭窄脏乱 而且还很隐蔽 叶末想如果不是爱妮带她来到这里 说不定她在这里转了一圈 她甚至都找不到梅西卡小镇 还有一个华人后街 这里的居民80%以上都是华人 但是也有一些黑人和白人 白人是最少的 爱妮在这里算是一个异类了 叶末下意识地看了看爱妮 她的父亲是一个香港人 她怎么完全是白人外形 甚至没有一点点华人的遗传因素在里面 叶末甚至恶趣味地想 她老妈是不是给她老爸戴了绿帽 爱妮 爱妮在这条街道明显地很受欢迎 很多华人看见她都会和她打个招呼什么的 爱妮更是笑容满面 无论牛鬼蛇神她都可以说几句 南南她的华语表达得不错 原来是练习过来的 爱妮 英思出事情了 你快点去将她弟弟殷家找去 一名中年华人男子推着一个手扶车急急地走了过来 车里面还有许多的控酒瓶 她看见爱妮后 连忙拦住了爱妮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啊 思思姐怎么了 爱妮说完后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她也不等着华人男子回答 甚至连叶末都没有来得及打招呼 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叶末看着急匆匆跑走的爱妮 倒也没有去责怪她 不过英家 英思这两个名字倒是很奇怪 嫁起来就是思家 看着那名推酒瓶的男子要离开 叶末忽然开口说道 请问一下爱妮去什么地方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男子打亮了叶末一眼 因为叶末是和爱妮一起来的 她倒也没有多想 只是说道 英思在Metal酒店做事 听说她今天得罪了一个客人 好像要赔很多的钱 所以现在被扣留在酒店了 Metal酒店在哪里 美国不是很法律的国家吗 怎么有这种事情 叶末有些不解地问道 这次那名中年男子却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他冷冷地说道 法律 那是对美国人而言 再说了Metal酒店本身就是一个 和蒙唐禄地下黑泉市场一样的地方 有钱就有道理 道理从来都不是没钱人的 我看你是美国的民主法律看多了吧 有钱人想让你进监狱 在美国来说太简单了 年轻人 你是刚来这里吧 说完这男子竟然不再理睬叶末 推着小车转身就走 甚至连Metal酒店到底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回答 叶末有些无奈 说实在的 对美国的生活他还真的不懂 不过就算是他不懂 也明白在这样一个地方 有钱人和没钱人的生活肯定是不一样的 虽然那中年男子的话有些偏激 但也不能说完全错误 叶末再次拦住了一个中年妇女 问了一下Metal酒店的位置 好在这名中年妇女倒是没有说二话 一路将叶末指到Metal酒店的大门口 当刚走到Metal酒店门口 叶末的神士就看见二楼一名白人男子指着一名二十来岁的女孩暴跳如雷 可是他说的话 叶末一句也听不懂 这白人男子旁边还有一名华人中年男子 他站在一边也在帮腔着骂那名女孩 爱妮此时正扶着那名女孩 女孩的脸上有一个巴掌痕迹 爱妮的脸上此时却充满了惊慌 这让叶末有些奇怪 她认识爱妮也有好几个小时了 也知道爱妮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美国女孩 没想到她的脸上竟然也可以看见这种惊慌失措 第555章这件事还没有完 叶末来到酒店的二楼 对着爱妮说道 爱妮 你拿了我的钱 为什么不帮我带路呢 爱妮本来就是处于皇级无助之下 正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 现在叶末突然上了 她才想起了叶末是她的雇主 心里更是着急 对不起 叶先生 您先在外面等我一会 我很快就来 爱妮知道自己很快去不了 可是她却知道那名白人男子是谁 最后说不定连叶末也被连累进来 什么事情 叶末看了看爱妮和那名被打的女孩 走了过来 并且还问了一句 爱妮见叶末没有离开 反而过来问什么事情 只好说道 思思解打坏了客人的东西 她陪不起 她 我 叶末一听就明白了过来 这个女孩果然就是那个英家的姐姐叫英斯 看她身上穿的衣服 她似乎在这里工作 只是不知道怎么将客人的东西打了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还赔不起 叶末突然插了上了 原本骂人的白人男子和那名中年男子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后 叶末已经和爱妮说了好几句话了 你是谁 那中年男子上下打量了叶末一下 有些不懈地问道 我和爱妮认识 算是朋友吧 不知道她打坏了你们什么东西 你们要打人 叶末扫了一下这名白人男子和眼前的中年华人男子 随意地说道 叶末很快就发现了这白人男子的口袋里面还有一把手枪 而且在不远的地方还占了两名形态彪悍的家伙 估计是这个白人男子的保镖或者跟班之类的 听了叶末的问话 这中年男子忽然嘴角露出一丝激疯 他放平缓了语气说道 英斯是我酒店的员工 埃德尔是我们尊贵的客人 英斯打猎了埃德尔先生的白玉神像 你说要不要赔 因为英斯是我的员工 所以我只是需要他赔偿十分之一而已 多余的算我酒店倒霉 可是他连十分之一都不赔 你说我怎么办 如果他不愿意赔偿 我只能让他去坐牢了 罗斯先生 你明知道思思姐拿不出来钱 你还要让他赔偿一百万 再说了 一个白玉神像能值一千万 李这不是故意的是什么 李是 爱妮忽然大声地辩解道 最后想说一句讹诈 可是看了看那名白人男子 这句话硬生生地被吞了下去 达不出来前 叫罗斯的华人男子 斜着眼睛看了一眼爱妮和英斯 只是冷笑 却不说话 叶末来了后 那名白人男子倒是没有继续骂英斯了 而是做了个眼色 站在角落处的两名保镖 忽然挡住了下楼去的路 什么东西的十分之一 就值一百万了 叶末忽然再次开口说道 罗斯冷笑一声 客人说值多少就值多少 打了客人的东西不赔偿 连下跪也不会吗 说完这句话 罗斯似乎感觉他不应该回答叶末 叶末算是什么东西 敢让他主动回答 他又扫了一眼 叶末说道 你和英斯是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想赔偿 如果不赔偿 你问这些有个屁用 叶末淡淡一笑 我是想赔偿 可是我还没有看到东西 如果你说的东西确实值一百万 我或许会赔偿给你的 以罗斯不屑的样子就更胜了 只是他一句讥讽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顿时卡住了 叶末手里正拿着两三叠崭新的美元 一看至少是两三万 在他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叶末手一扬 就好像变魔术一般 手里的美元已经消失不见 罗斯的眼圈绿了起来 这个年轻人随便就拿出了两三万美元 他肯定还有更多的 他那美元肯定是刚从银行里面取出来的 还展心无比 那名叫埃德尔的白人 当然也看见了叶末手里的美元 眼里同样的移动 不过他很快就将自己的贪婪掩盖下来 只是眼珠不停地转动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叶末看了这两人的表情 心里冷笑 就是两三万美元就让这两个家伙这么贪念 他要说有一个值钱一千万的白玉神像 就是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那绝对不可能 埃尼看见叶末手里的钱同样的眼睛一亮 他想不通叶末衣服单薄 这些钱是放在什么地方的 他没有想到叶末竟然有这么多钱 不过现在美国的大街上手里 有这么多现金的人可不多了 别人都是用各种信用卡 只有这个华夏人才会傻傻地拿这么多的现金出来 不过埃尼很快就知道这并不是好事 因为埃德尔也看见了叶末身上有钱 埃德尔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他在梅西卡小镇的臭名可是无人不知 因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埃尼 埃尼的朋友他都认识 他不知道埃尼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一个有钱的主 不等罗斯说话 叶末却接着说道 你说我如果要赔偿你的东西 你是不是应该将东西拿出来看看呢 至少要让我知道损坏在什么地方吧 如果不是因为怕连累了爱尼和因斯 叶末早就杀了这个罗斯 甚至连那的白人埃德尔也一起杀了 那里还有这么多的麻烦 不 当然可以 罗斯说完 立即转身就从后面的房间里面 拿出了一个白玉神像帝给叶末 就是这样 这是埃德尔花了一千万美元 在一家拍卖会竞拍回来的 是古罗马的遗迹 叶末冷笑 甚至都不用看就知道这只是一个工艺品 应该是一种新式的玻璃做出来的 最多也不过十美元而已 或者只有两三美元 借过罗斯递过来的玻璃雕像 叶末立即就看见了 那个玻璃雕像的后面有一道开裂的细线 估计罗斯说的损坏就是这个细线 这明显是讹诈 可是这个因斯一看也不是什么有钱人 他们为什么要讹诈因斯 叶末看了看因斯 虽然长得很是清秀 也算是漂亮 可也不能说是绝色美女 像埃德尔和罗斯这种人 应该不会因为因斯的长相动这种念头吧 放下这个想法 叶末将神势落在了手里的玻璃雕像上面 叶末好歹也是一个可以练制法器的修真者 这东西在他手里只是挥手之间就被修复 他将那道开裂的细线去了之后 将玻璃雕像拿在手里看了又看 这才说道 罗斯 我没有在这上面看见任何伤痕啊 只是一根头发被我拿走了而已 是不是你看错了 这个白玉神香在我看来完好无缺 完好无缺 完好无缺我吞下去 再给一百万给你 罗斯冷笑说道 说完他随手从叶末手里接过玻璃雕像 扫了叶末一眼 就要指出开裂的地方 让叶末睁开大眼瞧瞧 不要睁眼说瞎话 因斯也是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末 这种谎话马上就要被戳穿的 有什么好说的 那道裂缝他亲眼看见的 确实是有一道不小的裂缝痕迹 可是让罗斯失望的是 他看了又看 却没有看到任何的裂缝痕迹 他不相信地将手里的玻璃雕像条过来转过去 可就是没有看见任何的痕迹 难道真的是一根头发 是他刚才看错了 不可能啊 就算是他看错了 别人怎么会看错 这不行啊 罗斯想到这里手似乎没有拿稳 手里的雕像直接落了下来 一块玻璃从这么高的地方落在大理石上面 如果不遂才是怪事 罗斯心里暗自音效 就算是刚才没有 现在落下来也有了 我不承认 你有什么办法 啊 罗斯手里的玻璃雕像落了下来 在那一瞬间几乎所有的人都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 可是让罗斯失望的是 那雕像还没有砸到大理石地板上 就被叶末一脚勾了起来 稳稳地落在他的手里 叶末拿着玻璃雕像 冷笑着看着罗斯 罗斯先生 这个雕像没有任何问题啊 如果你落在地上 你可是要赔的哦 罗斯呆呆地看着叶末手里的玻璃雕像 他没有想到这必杀的一招竟然失败了 叶末再次将玻璃雕像递给罗斯 罗斯先生 如果你再落下来 就是你故意的拉 罗斯脸色铁青地将玻璃雕像递给埃德尔 埃德尔也看了又看 手里的雕像一点点裂缝都没有 难道刚才真的是看走眼了 既然看错了 就算了 埃德尔横了一声 既然他的这一招不行 就再想办法 因此一家都在梅西卡小镇 他不怕飞了 倒是眼前的这个华人青年 他看起来好像很有钱的样子 等会倒是不能放过他了 虽然他不在意 这个华人青年手里的两三万美元 可是既然这个华人青年 可以拿出两三万 就说明他肯定有更多 啊 就这样算了 没事了 爱妮差点地尖叫出来 因斯也感觉好像在做梦一般 没想到这样一件大事 竟然就这样算了 他一时间竟然忘了 应该说些什么 听埃德尔都这么说了 罗斯也只好狠狠地盯了 因斯一眼说道 埃德尔说算了 是他大人大量 算你走运 叶末却忽然插口说道 罗斯先生 你弄错了 这件事还没有完 刚才误会的只是埃德尔的白玉神像事情 可是你打了因斯小姐的事情 却还没有开始说啊 第556章价钱好商量 所有的人都愣愣地盯着叶末 埃德尔是什么人 竟然有人敢在他面前清算打人的事情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爱妮和因斯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既然埃德尔都说算了 那就算了 大家赶紧走吧 可是叶末竟然还在为打人的事情喋喋不休 简直有些无厘头了 打人怎么了 因斯做错了事情难道还不能打不成 罗斯气乐了 竟然还有人敢在他的地盘说他打人的事情 叶末语气忽然变冷 因斯做错了什么事情 他打 罗斯忽然停住了 刚才还检查了那的白玉神像 上面并没有裂痕 如果要舒适 因斯打猎了白玉神像显然已经是不对的了 罗斯看了看埃德尔的眼神 立即就明白了 现在他们的目标已经转移到叶末的身上来了 因斯一家都住在梅西卡小镇 他再有本事也没有办法跳了个天去 想到这里 罗斯忽然拿出一百美元 丢到因斯的面前说道 一巴掌给你一百美元 便宜你了 叶末忽然拿起那一百美元 看了看又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拿出一百美元 递给罗斯 怎么可以要你的钱 再给你加一百 罗斯下意识地接过钱 心里冷笑 还以为你多厉害 老子就是给钱给你你都不敢要 啪啪 两巴掌落在罗斯的脸上 让罗斯的思想顿时处于静止状态 可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停止下来 依然被叶末打的原地打转 他还没有明白过来 为什么自己会被打 在Metal酒店还有谁敢打他 我钱虽然不少 但是在猪身上也不能花得太多 两巴掌就两百美元吧 叶末话音刚落 被叶末打的打转的罗斯总算是停了下来 可是叶末的这两巴掌跟别的巴掌却不同 罗斯吐出十几颗牙齿 只感觉到自己的脸上传来了火烧的痛楚 他甚至连愤怒都没有来得及发出来 就坐在地上狠狠无法说话 所有的人都争住了 没有人想到叶末竟然敢在艾德尔面前打人 出手还这么狠合果断 艾德尔脸色立即就变得阴冷起来 他刚想说话 叶末却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艾德尔先生 我对你的白玉神像很有兴趣 我感觉这个东西很值钱 不知道你住的地方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古董 我愿意和你一起过去收购回来 当然 只要东西有价值 价钱好商量 什么 这个年轻人竟然要和他一起去自己的地方 他还要收购自己的古董 艾德尔只想仰天大笑 天底下竟然有这种好事 而这种好事竟然被他遇见了 他正愁想一个什么光明正大的办法 将眼前这个看似很有钱的华人青年带走 没想到最后竟然如了他的愿望 这个年轻人主动要和他一起去 甚至还要收购他的东西 这个华人青年明知道这个白玉神像报价一千万 还敢和他一起去 这岂不是说他有太多的钱了 想到这里艾德尔的心里火热起来 恰恰在他想到这件事的时候 叶末叹了口气 原本还想来美国收购一些宝贝回去 没想到直到今天才找到真正有宝物的人 不然我还真是白来了一趟 说完 叶末还拿出一张银行卡在罗斯的面前晃了晃 说起来还真的要感谢你 让我认识了收藏家艾德尔先生 不然的话 我这钱要用到什么地方去啊 那口气 就好像世界第一的爆发户 他有太多的钱花不完一样 给人的感觉就是嚣张 有钱的嚣张 艾德尔脸上阴冷的表情瞬间就消失不见 转而变成了热情的微笑 他看着叶末就好像看见了一大堆的美元 价钱好商量 这句话好啊 我就喜欢这句话 叶先生 你爱你呆住了 他实在是想不通这个叶末怎么这么傻的 不过他对叶末这种爆发户的表情倒是不陌生 没见着他早上喝一杯三美元的咖啡就丢出去一百美元吗 只是这个傻瓜和艾德尔做生意 他不是找死是什么 因斯一样的很着急 可是他不认识叶末 就算是他认识 他在这里挡住艾德尔的生财之路 他们一家人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而这个年轻人依然会被带去和艾德尔做生意 不等艾德尔将话说完 叶末就说道 艾德尔 你在华人后接等我 我和艾德尔这笔生意做完后 就立即过来 刚要和艾德尔走的叶末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他忽然回头对罗斯笑了笑说道 我差点还忘记了 刚才罗斯先生说要是白玉神像上面没有裂痕 就将白玉神像吃了 再给我一百万美元的 白玉神像这么值钱 当然不能让你吃 一百万美元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一些小钱 不过那是我的钱 我需要拿回来的 罗斯先生 罗斯捂着嘴 恨不得马上就去医院 可是艾德尔还没有走 他不敢动 他没有想到 这个华人青年竟然还真的问他要一百万 难道他疯了吗 怎么你难道不想给 叶末见罗斯不说话 他也不和艾德尔一起走了 反而再次走到罗斯的面前 罗斯捂着脸可怜兮兮地看着艾德尔 他知道艾德尔现在要和叶末做生意 肯定不会对艾末怎么样 但是一百万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数字啊 他所有的钱加起来也不过才一两百万而已 罗斯 这件事既然是你说的 你应该给别人 艾德尔的话让罗斯彻底地失去了希望 他知道就算是这钱最后落在艾德尔手里 他也拿不回来了 愤恨地将自己的一百万画到艾末的卡里 罗斯恨不得将艾末吞了下去 被打了不说还失去了一百万这是他多少年的积累啊 艾末再次扬了羊手里的卡罗斯说实在的区区一百万放在我的卡里 就好像一滴水落到大海里一样不起眼 我收了你的钱这是你的荣幸 艾德尔先生我们去做生意吧 这个破地方呆着实在是太无趣了 艾尼和英斯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出了酒店 眼睁睁地看着叶末和艾德尔一行人一起离开 两人更是想不到的是 叶末竟然临走的时候还额炸了罗斯一百万 至少这钱最后能是他的吗 艾尼 这人是谁 你怎么认识的 英斯看着叶末和艾德尔离开 连忙焦急地问道 艾尼有些无奈地摊了摊手 我缺几百美元 所以我找到了他 什么艾尼 你不会去做 英斯脸色大变 他当然知道艾尼和自己的弟弟有关系 如果艾尼背着弟弟和别人上床 那可怎么办 艾尼本来确实是想和艳末上床的 他之所以选择在早上 还有选择一个华人 一个是因为英家晚上就需要钱 他怕来不及 还有一个因为他感觉早上起得早的人都不是生活迷烂的人 而维西卡小镇的人生活都很放纵 也不会起得很早 艾末是一个陌生的华人 明显的是外来的 也不是梅西卡小镇的人 而且他看起来也很干净整洁 在他拉住艾末的时候 确实是喜欢他身上清新的感觉 可以和一个不讨厌的人上床 还能赚钱 艾尼当然愿意 只是他没有想到 他愿意人家不愿意 好在艾末还是选择了让他带路 这样他同样可以赚到几百美元 原本还感觉无所谓的艾尼 看见英斯这种表情 立即就知道英斯对这种事情肯定很反感 立即白手否认说道 不不 我没有和他上床 我怎么可能和他上床 我只是帮他带路而已 带路 对 带路 听了艾尼的解释 英斯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随即问道 他说带路 梅西卡小镇就这么大而已 他要你带路干什么 不知道 他说他叫叶末 只是来找一个人而已 不 好像也是要找一个华人 所以我就带他去了地下黑泉市场 然后又去了华人后街 后来从德叔那里知道了你的事情 艾尼除了隐瞒了想要和叶末上床的事情 别的基本上都老实交代了 你们去地下黑泉市场干什么 英斯疑惑地再问道 他生活在梅西卡小镇 当然知道地下黑泉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艾尼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那个原先推着手扶车的男子又急匆匆地跑来 只是这次他没有推车 他看见艾尼和英斯没有事情 倒是立即松了口气 德叔 今天多谢你了 英斯看见这跑来的中年男子 连忙感谢道 倒是忘了刚才要问艾尼的话了 思思 你没事 那太好了 李姑姑听说你出了事情后 要来找你 只是她的身体有些弱 刚才晕了过去 叫德叔的男子连忙说道 啊 姑姑晕了吗 说完英斯再也不记得别的事情 赶紧往家里跑 艾尼也急忙地跟了过去 留下一脸不解的德叔 艾德尔怎么这么好说话 竟然放了思思回来 看着跑远的英斯 德叔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第557章谈心的邻居 梅西卡小镇在美国来说虽然算是一个贫穷的小镇 可是这个小镇却有一个大人物在这里 就是艾德尔 其实艾德尔也不算是什么大人物 但是他的家族伯诺家族却是美国黑手党的成员 所以不要说梅西卡小镇这个地方的小官员 就是再高一些的官员也不感得罪他 虽然艾德尔已经不算是伯诺家族的人了 可别人却不知道 梅西卡小镇如此模样 和艾德尔之手这天有很大的关系 艾德尔借着伯诺家族在梅西卡小镇恋财 但是却又不做得特别过火 所以一直和当地政府相安无事 甚至还会狼狈为奸 梅西卡小镇西郊最大的一个私人庄园就是艾德尔的 他的这个庄园有几十亩大小 手下的打手都有四五十个人 有的时候艾德尔还会去附近的城镇做一些没本钱的生意 不过他精明的地方就是 绝对不触犯政府的底线 既然将叶末带到自己的庄园来了 外面都是自己的人 艾德尔甚至连作息的想法都没有了 他相信就算是叶末的嘴在厉害 在他的手段下 也会乖乖地将自己的钱转给他艾德尔 艾德尔 你的庄园很大 我想你在梅西卡小镇肯定赚了很多钱吧 叶末站在艾德尔的庄园门口 忽然冒出来了这样一句 艾德尔暗自摇头 这个华人青年估计是傻的 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猎人的陷阱 他真想看看等会这个年轻人怎么向他求饶 我想 相比起我的庄园 我的收藏品更多 甚至还有大量的看起来和玻璃一样漂亮的古董 我相信你肯定会很乐意去买的 哈哈哈哈 艾德尔哈哈大笑 就差公开说自己的东西就是玻璃了 可是让艾德尔没有想到的是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竟然点了点头 一本正经的说道 是的 相比起古董 我更喜欢玻璃收藏品 玻璃制品还要制膜 稍制甚至还需要精力去刻画外形 比起那些从地下挖挖就出来的古董要费事多了 艾德尔听着愣住了 这家伙真是傻的吗 叶末冷冷一笑 他当然知道艾德尔之所以对他这么迁就 就是想带他来这里将他身上的钱全部逼出来 可是也许艾德尔想不到自己的想法和他一样 如果没有艾尼的事情 自己或许还懒得过来 只是叶末不是一个冷血的人 他看得出来艾德尔的能量 知道一旦自己这边的事情结束离开后 艾尼和那个阴斯肯定会被当作跑灰 无论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还是因为阴斯是华人的原因 叶末都不好就这样拍拍屁股就走人 况且随便转一下 转点小钱用用也好 积少成多啊 艾德尔的话一出来 叶末就知道他要动手了 这家伙还真是性急 竟然连走进里面去都来不及 叶末刚想反唇相机 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看见叶末停住了脚步 艾德尔以为叶末看出来了自己要对他不利 所以想溜了 原来他是在装傻啊 也不是真傻麻 艾德尔冷笑着对门口的几人使了个眼色 院子的大门立即就被关上 可是出乎他预料的是 叶末并没有离开 反而加快了速度走向他的庄园 就好像被这里的美丽吸引住了 艾德尔想的没错 叶末是被吸引住了 他惊呆了 艾德尔的庄园里面郁郁葱葱 空气清新的让人不敢想象 叶末不是因为艾德尔这里的绿化做得好而惊叹 而是因为叶末在这里感受到了比外面更强烈的灵气 没错 就是灵气 更让叶末吃惊的是 这些散发灵气的并不是某一个地方 而是艾德尔庄园里面的所有植物 就好像艾德尔的庄园一直用的灵泉浇灌的一般 难道这里是一个灵矿区 或者这里有一个灵泉 叶末差点呆住了 他心里兴奋火热起来 是不是自己的运气高照 好心有好报 又发现了一个灵气充足的地方 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灵泉 他就是挖第三次也要将这些东西搬走 就算是用他戒指里面的四五千顿黄金和一个灵泉交换 他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灵泉 艾德尔先生 你这里实在是太好了 我一眼就看中了 叶末将自己火热的心情冷静下来 就好像没有看见身后的几个拦住他的马仔一般 艾德尔阴阴地一笑 不 那就好 既然你看中了 那你就多看几眼 叶末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艾德尔的言外之意 他的神室扫了出去 方圆及百米的地方 没有发现任何灵泉 也没有发现任何灵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艾德尔先生 我想你的庄园这些花花草草怎么和别的地方不同 我总感觉你这里空气不错啊 叶末若无其事地问道 哈哈 虽然将叶末看成了盘中餐 可是有显摆的机会 艾德尔还是不愿意放过 他哈哈一笑说道 我这里做过空气检查 是全美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他的神态就有些像锦衣夜行 却不能和别人去说的那种憋屈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显摆的机会 哪怕面对叶末 也立即显摆出来 叶末若有所思 沉默了一会才一副不懂的问道 艾德尔先生 不知道你的这里环境如此疑人 有没有什么好的秘诀 当然 这个秘诀如果你愿意告诉我 就算是让我叫人再会个一两千万美元过来作为报酬 也是等闲之事 哪可就由不得你了 艾德尔宁笑一声 回头对后面的几名马仔说道 将他拖进去 我看可以弄出来多少 显摆后 他已经懒得再去和一个必死的人去显摆了 叶末可以再让人会前来 这点让他很是满意 他相信 在自己的手段下 这个华人青年有多少钱 也会被他弄过来 比真是无趣 叶末看了艾德尔一眼 摇了摇头 说完 他不等艾德尔回过神来 就是猝个火球出去 还没有上来的六七个跟班 已经被叶末的火球烧成了飞灰 艾德尔呆呆地看着转眼就消失的几个跟班 有心要揉一下眼睛 看看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可是叶末却没有再给他机会 下一刻 叶末已经拎起艾德尔的脖子 拖着在他的庄园里面四处游走 只是片刻时间 艾德尔就发现他庄园里面三四十名把手都被纳的火球烧成了飞灰 甚至连他别墅里面的十几个人都被叶末杀光 除了一些庸人被叶末打晕了丢在一个房间外 最后他自以为好的大庄园竟然只剩下他一个清新的人了 哦 还有那个华人青年 当叶末将他拎着来到他的会客厅 将他丢在地上的时候 艾德尔才明白过来 他招来的是一个什么人 这哪里是来送钱的 这根本就是要命的 华夏人 这个该死的华夏人 他用的到底是什么魔法 竟然让人马上就死去 还一点痕迹都没有 这个华夏人太可怕了点 不过看着坐在大靠背椅上面老神在在的夜末 艾德尔立即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他想到只要这个神秘的华夏人丢一个火球下来 自己就是必死啊 不 必定化成灰啊 先生 您好 我这里有大量的古董 不 不 是玻璃制品 如果您喜欢的话 您尽管拿去好了 艾德尔不敢站起来 甚至连额头的汗都不敢擦拭 就算是他在伯诺家族面对黑手党的主要成员来西的时候 也没有这种担惊受怕 叶末拿起一个烟灰缸砸在了艾德尔的头上 你是猪啊 玻璃制品大街上到处都是 我要跑到你这里来买一美元一大堆的玻璃 艾德尔欲哭无泪 刚才你还说玻璃制品你最喜欢的 现在又说满大街都是 就算满大街都是 一美元也买不到一大堆吧 可是艾德尔却不敢这样说 他已经知道叶末是个杀神 如果这样说不是找死又是什么 不 不 我还有美元 我至少还有几千万美元 我全部给您 哦 还有这个别墅 如果您喜欢的话 我也可以转给您 艾德尔连忙改变了话题 叶末摇了摇头 看见艾德尔这个大庄园 他还以为艾德尔至少有两个亿的 没想到只有几千万 这真可够少的 如果艾德尔知道叶末的想法 估计会吐血 几千万啊 有几个人有几千万的 不过少总比没有好 叶末拿出一张卡丢了下去 快点将钱打到我的卡上 艾德尔捡起卡 小心地看了叶末一眼 正想问问他将钱给了叶末后 会不会饶他一命 却看见叶末的手里突然多出来一个火球 艾德尔吓得赶紧埋头做事 再也不敢问别的事情 一会后 艾德尔将卡小心地递给叶末 叶末接过卡收了起来 这才和颜悦色地说道 艾德尔 我来你这里倒是真的有些事情啊 你说你的这个庄园空气这么好 是不是有什么诀窍之类的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叶末刚才连杀促时人 眼皮都不眨一下 艾德尔还以为 叶末是隔壁过来谈心的邻居 第558章灵气的来源 他看见艾德尔有些走神 叶末一拍靠背以的扶手 靠背以的扶手立即被他拍碎 艾德尔 我问你话 你没有听见 啊 听见了 艾德尔下意识地想爬起来 可是看见叶末的样子又做了下去 却再也不敢想别的事情 开口说道 那是因为几年前 我得到了一个可以寻宝的动物 寻宝的动物 叶末听到这里站了起来 还有动物可以寻宝 怎么听起来和修真界里面的灵兽一样 是 是 看见叶末站了起来 艾德尔下的连忙说是 叶末摆摆手说道 你继续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寻宝的动物 说清楚点 艾德尔连忙继续说道 那是一个类似狐狸一样的小动物 哦 或者说它就是狐狸 据送那个小东西给我的人说 这是华夏梅内雪山的雪绒狐 见叶末没有借口 艾德尔接着说道 原本我只是因为雪绒狐可爱 导演没有在意 就将它留在了庄园里面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有寻宝的能力 有一天 因为我在朋友面前显示我的枪法 结果我一枪将雪绒狐杀了 说完艾德尔还偷偷地看了叶末一眼 叶末心里却在想着 他在梅内雪山遇见的那个纯白色的小狐狸 不知道那个小狐狸是不是雪绒狐 正想到这里却发现艾德尔不说话了 他瞪了一眼 艾德尔 既然是可爱的小狐狸 你这个蠢猪为什么要杀掉 再说了 这和你的庄园有灵气有什么关系 再废话 我马上给你一个火球 灵气 艾德尔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灵气 现在看见叶末发火 他吓得连忙说道 不是 不是 当时我就让人将雪绒狐拎走 可是我的人书在雪绒狐的旁边 看见了一堆钻石 我连忙去看了看 却发现不是钻石 没有钻石那么硬 不过却很是漂亮的乳白色晶体 后来我发现放这些晶体旁边的植物 好像更加的漂亮 而且那附近的空气也要好很多 我就 你就怎么样了 叶末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艾德尔又是一个哆嗦 赶紧说道 我就让人将那些白色的晶体 全部磨成粉末 然后和水搅拌在一起 灌溉了我庄园其余的植物 结果我庄园里面的植物都变得很漂亮 而且这里面的空气经过测试 也变得质量很高 甚至我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了 连头痛的毛病也消失了 我就知道那白色的晶体是好东西了 可惜 哈叶末再次拍坏了靠背 以另外一边的扶手 沐生说道 可惜什么 是不是你将所有的晶体都弄掉了 是 是 艾德尔赶紧说道 冷汗已经落在了地上 叶末此时已经肯定 那乳白色的晶体就是零食了 真是可惜了 一个世界上如此的异物 竟然被一头猪打死了 而那些零食竟然被一头猪研磨成了粉末 看见叶末的脸色非常难看 艾德尔连忙说道 其实雪荣湖还有 在华夏的梅内雪山 我知道雪荣湖的能力后 立即就让艾克森去梅内雪山了 梅内雪山 雪荣湖 难道自己当初遇见的那个白色的小狐狸 真的是雪荣湖 如果雪荣湖有这种本事 那么就是在修真界也是一等灵兽啊 或者说这根本就是寻灵兽 可以寻找灵石的灵兽 这简直太逆天了 叶末想到了他在梅内雪山杀掉的那个白人老外 好像他真的叫艾克森 幸亏自己杀了他 不然那个小狐狸落在他的手里 可就糟了 想到梅内雪山 想到了雪荣湖 叶末立即就想起了 那个让自己失去第一次的宋映竹 想到了那火热的帐篷 还有宋映竹火热雪白富有弹性的肌肤 难道自己竟然一直没有忘记他 甚至这个时候想起他 可是那个真的怪不到自己啊 不知道那个宋映竹现在怎么样了 叶末摇了摇头 努力地抛开了这些想法 此时叶末已经有90%的肯定自己看见的 那个小狐狸就是雪荣湖 第一因为雪荣湖很怕生人 却不怕他 那因为他是修真者 在地球修真者没有 唯有他是的 所以雪荣湖肯定是感受到了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还有就是那个山洞的灵潭 因为爆炸的原因 灵潭的石门被打开后 出现了裂缝 而雪荣湖也是第一个找到里面去的 没想到竟然是如此珍宝 如果这个雪荣湖跟随了他 他找遍全球 谁就敢肯定他找不到更多的灵石呢 雪荣湖 群灵兽 想到这里 叶末恨不得立即就飞往梅内雪山 艾德尔见叶末不再说话 心里更是坠坠不安 正当艾德尔为自己的命运感开的时候 叶末忽然开口说道 看在你说了这么多对我有用的东西 艾德尔心里一喜 还没有等他说别的话 一个火球就飞了过来 他临死前最后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我就赏你一个火球 让你少点痛苦 离开艾德尔的庄园 叶末深感此行不虚 几千万美元对他来说是小事情 可是却得知了雪荣湖的价值 这对叶末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不过临走的时候 叶末却忘了问一下 艾德尔为什么要和英斯过不去了 北西卡小镇的华人后街 这里一直是北西卡小镇最贫穷的地方 当然这里也出过几个富翁 大部分混出名堂的华人 有时候还会来华人后街支援一下这里曾经的同伴们 不过也有例外 罗斯就是一个例外 他原本就是出身华人后街 后来混得有点样子后 就直接忘了自己的根本了 不但将自己原来的名字刘罗斯改成了罗斯 而且对华人后街的那些穷鬼狠是看不起 虽然碍于华人后街一些熟人的面子 他不得不招收一些在华人后街生活的故宫 可是这不是他的本来意思 此时的罗斯堂在梅西卡小镇最好的医院里面 接受补牙的手术 他知道叶末既然去了埃德尔那里 就是有死无生的局面 他也没有办法指望叶末能赔偿他一点什么 虽然他不指望叶末能赔偿点什么 可是因为叶末的出现 将埃德尔的事情搅混了 这让罗斯很是不安 虽然出了一百万美元 可是罗斯还是决定派个人去表示一下歉意 并且保证肯定会让埃德尔心满意足的 华人后街一处低爱的平房里面 虽然有低瓦电灯的昏暗光芒 可是角落处依然看得不大清楚 平房里面的一个破旧的靠椅上面 一个很瘦很丑的女人斜斜地靠在那里 在靠椅的两边 还有两名少女 一个金黄头发的女孩 还有一个清秀的华人女孩 她们就是从Metal酒店赶回来的爱妮和英斯 现场显得很是沉默 似乎沉默了已经好久了 英斯似乎感觉到那种沉默有些沉重 她主动开口说道 姑姑 如果叶末出了什么事情 我就是投诉到州长那里 我也要投诉 如果不能投诉 我就和刘老四拼了 我现在想起来 肯定是她故意和黑手挨的耳串好的 就是拿一个不值钱的东西讹诈我们 我真不知道我们家里还有什么好被她讹诈的 靠椅上面斜靠着的女人叹了口气 好一会才说道 思思 我们都不过人家 那个叶末 叶末 这女子的声音竟然犹如黄梨般的动听 听她的声音 她好像还是一个二八的少女 可是她的容颜却已经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了 只不过这女人说了几个字后 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声音越说越低 最后好像陷入了回忆里面 思思姐 你说那个白玉神像真的没有摔坏吗 那为什么别人要说你摔坏了白玉神像 爱妮忽然说道 她心里一直想问出来 只是因为一直没有机会 现在她有机会了 这才问了出来 爱妮不问 因思还想不起来 现在爱妮一问 她立即就想起来了 是啊 那的白玉神像不管是真是假 自己亲眼看见上面一道裂缝的 怎么经过叶末的守候 那些人都认为没有了呢 我也不知道 我是真的看见上面有一条裂缝的啊 我肯定我没有看错 因思坚定地说道 这个裂缝关系到她无法赔偿的一大笔钱 她怎么可能看错 这件事太诡异了 对了 爱妮 你原先说去地下黑拳市场做什么 因思因为咕咕的事情忘了问了 现在倒是想了起来 虽然爱妮打算等英家得到奖金后再说的 可是现在因思已经问了 她只好说道 家家要去黑拳市场参加梅西卡金腰带拳击比赛 所以我们去报名的 什么 因思忽然站了起来 她脸色立即就变了 竟然让弟弟因家去打黑拳 那是要死人的 这个爱妮和因家怎么想起来的 她不敢继续想下去 想也不想就冲了出去 爱妮看见思思姐冲了出去 赶紧带上门 也跟了上去 第559章华人后街的一个女人 叶末再次来到华人后街的时候 还以为可以立即找到爱妮 可是她却发现爱妮并不在这里等她 不过叶末倒也没有在意 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了 以她的神势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面 查遍整个华人后街 维西卡小镇的华人后街只有这么点大 叶末想要找一个人倒也不费什么事情 这华人后街充其量也不过一两千个人而已 对她的神势来说确实不费什么事情 况且她要找的只是一个女子 这让她寻找的范围更加的缩小了 没有人会去在意叶末 虽然叶末的面孔比较深 毕竟这里都是华人 当叶末沿着这条街走到街角的时候 她的神势却停留在了一间平房里面 平房里面有一个暗淡的灯光 在平房的一角有一个破旧的靠椅 一个又丑又瘦的女人躺在那里 可是叶末看见这个女人 她却停住了 这个女人易容了 她并不是真的这么丑 而是因为她的脸上被涂了一层易容的药物 叶末第一次用神是查看一个女人衣服里面的情况 果然 这个女人的颈部和手虽然黑 但是她衣服里面的皮肤却异常雪白 叶末没有继续查看下去 知道她已经易容过的就行了 不过此人无论是不是颜姐都应该和她没有关系 因为叶末的神是看见了这个女人的眉毛收紧 而且耳后还有少女特征的细容 这明显就是一个处女 这点叶末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怎么可能是她的亲人 但是既然这个女人已经易容过 她就有必要去看看 在一个平民窟的地方 一个并不年轻的女人要易容成这么丑干什么 这个女人是谁 叶末皱了皱眉头 走了过去推开门进入了平房里面 此时靠椅上面的女人刚刚醒来 她忽然发现思思和爱妮都离开了 而自己的屋子里面却近来一个陌生的男子 她心里一惊 下意识地拿了一件衣服挡住了自己 这完全是一种潜意识的保护行为 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动作有些不妥 就放下了手里的衣服 看着叶末问道你是谁 怎么来我家里 语气竟然有些沙哑 似乎有些年碎了一般 叶末忽然坐了下来 她上下打亮了眼前的这个女人一下 这才问道 我来是找一个人 别人都叫她颜姐 你认识这个人吗 叶末的神是清楚地察觉到这个女人浑身站抖了一下 她心头的不安 就是叶末都可以感觉到 你不用担心 颜姐可能和我有些关系 我没有恶意 我叫叶末 是来自华夏 叶末看见了这个女人的战斗和担心 心里忽然有一种感觉 也许这个女人就是她要找的那个颜姐 你就是叶末 是帮了思思的那个人 黑手没有留下你 这个女人的声音忽然变得清脆起来 没有了刚才的沙哑 叶末点了点头 是 我就是叶末 黑手 不过叶末说完立即就猜到了黑手就是埃德尔 原来这个女人是殷私的家人 说完后 叶末再次补充说道 埃德尔没有留下我 她赞助了我一些美元 我就离开了 这女子沉默了下来 她的战斗已经平静下来 她上下打亮了叶末好久 有些颤颤唯唯地想站起来 已病了 叶末忽然上前扶住了这个女人 她感觉自己扶住这个女人的时候 她浑身再次站抖了起来 你不要扶我 思思的事情谢谢你了 这女人虽然说让叶末不要扶她 可是却没有力气推开叶末 估计她已经明白叶末说的埃德尔赞助她是什么意思 她在汉文帮呆了那么些年 对那些打杀却并不陌生 叶末拿出一个手镯递给这个女人说道 我是根据这个手镯找过来的 拿女人看见叶末手里的手镯 忽然一把抓住眼里再也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竟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叶末看见这女人的样子 心里已经猜出她应该就是那的严姐 手镯就是她的 看见严姐的样子 叶末毫不犹豫地拿出一颗连生丹送到她的嘴里 并且抓住她的手 开始帮她调理经脉 十几分钟过去后 这靠在叶末身上的女人忽然吐出一口淤血 身上也开始渗出了一些污垢 在叶末的真气滋润下 又因为连生丹的功效 她直接晕了过去 叶末叹了口气 她知道这口淤血是因为常年心里郁节造成的 幸亏她来得及时 如果再拖个一年半载 也就完了 一些污垢被排出来 叶末没有嫌弃 无论这个严姐是不是她的亲人 这个女人和她都有一定的关系 叶末没有弄醒她 她知道这个时候她体内的经脉 正在急速地重新焕发生机 这个时候不弄醒她是对的 又过了几分钟后 这个女人自己醒了过来 看见自己身上发出的气味 惊叫了一声 竟然没有来得及和叶末说话 就冲入了浴室 丝毫没有想到她怎么可以行动自如了 叶末暗自好笑 女人不论年纪是大的还是小的 对这方面还是注重的 不过叶末很快就听见一声尖叫在浴室传来 她想也没想立即就冲了过去 却发现那个女人头上冒着血迹 昏倒在狭小阴暗的浴室里面 叶末不知道她是怎么摔倒的 甚至还将自己砸晕了 这种事情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 不过她既然晕了 自己要不要帮她 叶末纠结了一会 不知道应不应该帮忙 忽然叶末想到 这还纠结什么 现在殷丝和爱妮都不在 她的衣服都已经自己脱了 这个女人应该至少四十多岁了吧 还是一个老女人 她又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这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现在自己看也看了 要是弄醒她反而尴尬 还不如快点帮她洗了 穿了衣服就过去了 可是叶末用水球 开始帮她清洗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完全错误了 在叶末想来 就算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 但是四五十岁了 也肯定老了 可是现在看来 她哪里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 她的肌肤甚至比送映竹的 环耀白皙三分 胸前没有丝毫的下垂 而且浑身上下除瘦了一些外 就好像是一个最标准的女人 曲线模板一样 叶末不敢再看 赶紧三下五除二的帮她清洗过后 拿出注清雪的一套衣服 给她穿了上去 就连她头上被撞破的地方 叶末也帮她去了伤疤 虽然她的脸上有一些 易容的药水 可是在叶末的神势控制下 那些药水简直太简单了 三下五除二 全部清洗干净 叶末帮这个女人弄好后 再次将她抱到外面 放在靠椅上面 然后一边等她醒来 一边却在打亮着这个平房的结构 这是一个很老实的平房 客厅很狭小 里面却分成了三个房间 看样子她家还有两个人 另外两个人应该就是 殷斯和殷家了 如果不是知道这个女人 还没有结婚 叶末甚至都将殷斯和殷家 当成她的儿女了 现在看来 她们两人应该不是她的儿女 斯嘉 原来是这个女人起的名字 应该就是她斯嘉了 叶末暗叹 这个女人也算是不容易 不知道她因为什么原因 流落到了美国 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 她过得并不是很好 叶末再次看向这个女人的时候 忽然呆住了 这不是严姐 她有严姐的相片 严姐清秀甜净 眉毛犹如月牙一般 可是这个女人的美不是这种 眼前的这个女人 有一种忧郁的让人心碎的美 是浇花照水还是入柳浮风 刚才她急急忙忙地帮她洗浴完毕 根本就没有注意别的 现在没有想到这个女人竟然如此美貌 竟然不下于落影 或者说叶末竟然从她的容颜中隐约看见了落影的影子 难道她和落影有什么关系 这不可能的 叶末正在猜测的时候 这个女人忽然睁开了眼睛 她抬头看了看叶末 忽然想到了什么 伸手一摸自己的衣服 立即脸上大变 一阵红 一阵白 可见她内心是如何的不平静 她在浴室看见自己腰部有几个伤痕消失的时候 一时不敢相信太过惊骇 这才惊叫摔倒 可是自己现在竟然被洗干净了 还穿了衣服 不用想她也知道这肯定是叶末做的 对不起 刚才是急从全我就帮你做了 她看着女子仔细地盯着自己的衣服 只好再说道 我一时不知道你的衣服在哪里 只能拿了一套我妻子的衣服 你已经结婚了 这女人的脸色渐渐地缓和下来 忽然问起了叶末的婚事 叶末点了点头 虽然还没有举行婚礼 不过也算是吧 这女人明显地误会了叶末的意思 她以为叶末说的是没有打结婚证 不过已经同居的意思 知道这事情后 她似乎忘了刚才预示的事情 而是再次拿起那个手镯看了又看 最后又忍不住落下泪来 第五百六十章言解 见这女子似乎陷入了伤感的回忆之中 无法自拔 叶末只好打破了其中的沉默主动说道 这个手镯是从旧金山的一个古董店里面出来的 为了找到手镯的主人 我一直问到了这里 不对 你和这个手镯有什么关系 要找到我 这女子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忽然说道 因为我也有这样一个手镯 说完 叶末拿出自己的手镯 看见叶末再次拿出一个手镯 这女子眼里的激动显露无疑 她再次将叶末的手镯抓到手里 愣愣地盯着两个手镯 脸上的泪水竟然不少 反而越来越多 叶末没有阻拦这女子将自己的手镯拿走 而是静静地等着她的情绪过去 你是谁 这女子看了好一会 忽然站抖地问道 叶末暗叹一声说道 我叫叶末 来自燕京 对 你叫叶末 我知道你叫叶末 你真的是 真的是 你的父亲是叶彩 你的母亲叫殷清成 那年你还刚刚学会走路 现在都这么大了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了 你的眼睛简直和她一模一样 这女子喃喃地说道 甚至一把抓住了叶末的手 只是她的手有些战斗 叶末没有说话 她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和她有什么关系 可是自己的父亲怎么变成了叶彩 还有就是她还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母亲叫殷清成 眼前的这个女人看向她的目光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 叶末心里甚至一颤 这是一种需要多少恋爱才有的惦记眼神啊 这个女人一把将叶末拉到身边坐了下来 仔细地看了又看 她眼神里面的那种关切 叶末就算是白痴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叶末心里忽然涌起一些热流 她还是第一次得到这种关心 清学给她的示爱 似乎和这种近乎溺爱的关心有些区别 告诉严姐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自从叶末说了自己的名字后 这个女人的手就从来没有放开过叶末 严姐 叶末有些疑惑了 她不知道这个严姐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过对严姐 她没有丝毫想隐瞒的意思 她只能将被赶出叶家后的事情说出来 因为之前的她都不记得 当听到叶末竟然被赶出了叶家 而且还丢在宁海不管不顾 严姐的呼吸忽然变得粗重起来 最后她的脸色竟然长得通红 忽地站了起来骂道 叶末天你这个匹夫 为君子 驾到学 叶末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个发怒的严姐 心说你这些年过得好像还不如我在宁海的生活吧 不过叶末还没有来得及劝说 就被严姐一把抱在了怀里 严姐虽然瘦 可是胸前还是有料的 叶末坐着被她正好抱在胸口 那些柔软直接贴在了叶末的脸上 让她很是尴尬 可是她却又不好挣扎 说实在的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严姐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有很多的话要问严姐 可是到现在她甚至连一个机会都没有 被一个如此美貌的女人抱在胸口 就算是叶末也有些吃不消 她感觉有些发热 正当她想推开抱住自己的严姐时候 严姐似乎想起了什么 主动将叶末放开了 她脸上有些潮红 伸手摸了叶末的脸一下 已经长大了 还有大本事 以后我就放心了 叶末知道她说的大本事是什么 就是指自己救了她的事情 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将她恢复到非常健康的地步 叶末刚想开口 严姐似乎知道她想说什么一样 却伸手拦住了叶末想说的话 她只是渐渐地看着叶末 她眼里火热的光芒 让叶末有些担心 叶末甚至怀疑不久前 那个躺在就靠椅上面的女人是不是她 这是叶末 如果换了一个人说不定都会崩溃的 她眼里的那种火热光芒 根本就不是看一个晚辈一般的眼神 而有些像看一个晴朗一般的火热眼神 叶末下意识地打了葛姬灵 虽然严姐漂亮无比 可是叶末知道她至少40岁了 而且似乎还是她的长辈 至于什么关系 她到现在还不清楚 过了两久 严姐的眼神似乎有些奇怪起来 她忽然说道 我易容了 我要洗洗脸 让你看看我 这句话有些暧昧了 叶末心里愈发有些不安 不过她还是说道 严姐 你脸上的液绒膏 我已经洗了 啊 严姐啊了一声 连忙拿起旁边的一个镜子 果然发现自己脸上的液绒膏 已经没有了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那种美丽 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忽然再次落下了两行泪水 叶末不理解她此时的心情 却也知道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去惊动她 过了两久 严姐忽然放下镜子 又开始是无惧细地询问叶末过的生活 特别是住清雪的事情 她问得更是仔细 可是她却绝口不提自己的生活 直到确实知道叶末现在过得很好 不用她担心的时候 她似乎才放下心来 又过了一会 严姐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她忽然看着叶末奄然笑了笑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一会就出来 看着严姐进入了房间 叶末虽然用绳势扫一下就知道她在做什么 可是她却没有这么做 过了两久 严姐提着一个小包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两本书一样的东西 似乎有些陈旧 叶末这个时候才发现严姐的容颜又改变了 原来她去易容了 确实也是 她的那种美貌容颜万一被人看见了 还是一个麻烦 叶末站了起来 严姐再次对叶末看了又看 不过她的眼神从那种火热慢慢地变成了伤感 再变成了迷茫 叶末有些担心 抓住了她的手运了一些真气过去 严姐回过神来 似乎对叶末有真气感到了一些惊讶 不过这种惊讶转眼极是 你抱一下严姐 严姐忽然说了一个 让叶末根本想不到的话 看见叶末惊讶 严姐忽然笑道 严姐是你最亲的人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刚才 叶末微微一笑 忽然将严姐搂在怀里 她感觉严姐这么做肯定有她的意思 叶末发现被她搂住的严姐有些战斗 好一会 严姐忽然将叶末推开 脸上虽然有些红润 不过已经恢复了过来 她对叶末笑了笑 这两本东西给你 我要走了 什么 严姐你说你要走了 哦 我陪你一起去好了 叶末反应过来 她刚才还以为严姐要远行呢 严姐展颜一笑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能平安无事 既然你没有事情 还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的心愿就已经了结了 叶问天 这个匹夫既然已经死了 就算她运气 如今我要独自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不能和你一起 叶末呆了 她想不到刚找到严姐 她就要走了 自己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问她 况且现在她连这个严姐和是她什么关系都不知道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已经给到你的手上了 你不用担心我 我有自保的能力 严姐看着叶末的担心 忽然有些想留下来 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她抛弃 叶末当然看得出来严姐修炼过古武 只是她修为却并不是很高 甚至连黄疾都没有到 但是叶末查看过她的经脉 知道严姐修炼的古武功法很了不起 至于她为什么修为这么低 她也不明白 看见叶末张口想要说什么 严姐再次拦住了叶末 你不用劝我 也不要拦住我 我喜欢一个人走 我走后 英家和英私如果你能照顾 就帮我照顾他们一下 他们姐弟两人是我刚来这里捡到的两个孩子 叶末叹了口气 她知道严姐的决心以下 自己就是在劝说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干脆就闭口不言 还有你妻子的这套衣服我很喜欢 谢谢你了 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 那个手镯陪伴了我很久 虽然后来失落了 既然你已经找到了 就留给你把 我走了 你不要送我 严姐说着说 卓眼圈忽然又有些红了 等等 叶末连忙拦住了严姐 她拿出两个玉瓶递给严姐说道 这是我师父给我的一些丹药 这颗叫助颜丹可以保持容颜的 还有另外这颗叫培气丹 可以提高鼓舞修为的 将玉瓶递给严姐后 叶末还怕严姐不相信 又说道 这两颗丹药和我给你吃的连生丹一样有效啊 对了 我再给你一颗连生丹 严姐接过叶末的瓶子 却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只是她看见叶末担心的样子 又说道 我在外面都这么多年了 如果不是当初一直病着 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你不用担心 听了严姐的话 叶末才想起来 赶紧将自己的银行卡拿出来递给严姐说道 这里面有一些小钱 你先收着 密码权是一 以备即用 不 这个我不要了 我还存了一些钱 我知道你既然能来到这里 肯定不会缺钱 不过我也不要你的钱了 严姐连忙推给了叶末